必須把祂收回來 為什麼?就因為皇太后不高興 父母親不滿意 所以就把祂收回來 這是我們看 清朝的古裝戲 對於那些皇帝的孝道 我們可以說 哇他們是 進到圓滿 畢恭畢敬 我們撐起大拇指要來戰術祂 所以看我們歷代的君王皇帝 好像都是這樣子 如果說哪一個皇帝對父母親不孝順的 那他的皇位肯定做不久 肯定沒有辦法維持 這個王朝很快就會 被滅亡 所以我們看清朝 傳了兩三百年 這個祖德好 祖德立得好 當然後代的這個皇帝 就沒有這麼樣的圓滿 所以清朝就亡國了 但是中華文化的根 一直為首到 這個民國初年 那個根都還在 一直到了 日本人 侵占 這個中國 日本人 發動這個 盧溝橋事變 引起了這個戰亂 中國人 必須離開家庭 必須呢 這個流離顛沛 所以 在這個中國文化上 慢慢的脫節 到這個 中共 統治大陸的時候 還引起了文化大革命 那這個文化大革命呢 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浩劫 廟影拆掉 把這個銅像 丟掉 毀了 把這個 現裝書 把這些四十五星 通通把它燒了 不承認 祖先 不肯 相信祖先 只相信什麼 船間利暴 當時西洋人 把中國 打得落蛙流水 那麼 中國人那時候 一味的重養 認為呢 西洋 就是最好 甚至要把自己的根本 把它丟除掉 一味的西化 結果呢 西化的結果是怎麼樣 西化的結果 就是 中華文化的根斷掉 那麼中國人呢 他在 這一段時間 那是 可以說流離思索 這個 這個 文化的 租魯了 到了現在 中國 才有一點覺醒 才知道 中 中華文化的重要 所以 慢慢在恢復 恢復也不是完全的恢復 漸漸的恢復 那這是 中國的浩劫 所謂中國人的共業 那還有中華文化在台灣這邊 立足生根了 而且呢 放遠 全世界 發揚到全世界 那到了在台灣呢 也相當的 流轉 流轉 相當的流行 甚至呢 也推廣到全世界 所以中華文化 這個力量 到現在沒有斷過 所以21世紀 為什麼說是中國人的世紀 那我們到場 也應驗了 先佛的所講的那句話 老水返草 那老水返草 老水返草 他的真正的定義是什麼 到現在 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 其實各有各的見解 那麼既然 沒有辦法說得清楚 那我們就好好的修行 來應這個天象 你好好的修行你就會知道了 好好的修行 就是呢 把孝道落實了 把孝道的精神 推廣到 整個全世界 因為這既然是所有做人根本中的根本 德目中的德目的話 那麼 孝道不管是什麼人 不管是什麼民主 不管是什麼國家 他是通通要遵守的 沒有人 可以說他不要孝道 那聽說呢 這個英文沒有孝這個字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 美國曾經是世界的霸主 在20世紀的時候風光疑似人 那現在呢 美國國力呢 雖然還影響著世間 但是呢 很明顯的看到他 已經漸漸的衰落 先佛說 以後所有的人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要學華文 都要講華文 那先佛總是先說後應了 那麼都要學華文 都要講華文 這個現象呢 就是老水漫長 那所以我們今天 沒有把孝道 把它落實 把它燦養清楚 那麼自己都做不好孝道了 憑什麼可以加入老水漫草的行列 這個 漫草 這個水要漫草 表示呢 水要 歸於這個大海 大海是所有水最終的目的 那這個最終的目的呢 再引發出來 各種的 這樣的一個草水 那所以繁草 我們可以 想像 那就是呢 從這個中國文化 再把它擴充 擴充到整個世界 讓整個世界呢 通通呢 信仰中華文化 信仰中華文化 不是信仰中國人的文化 而是信仰 聖賢人 所強調的那個道 那這個道 那這個道 就以孝為根本 有人類以來 孝是最大的德行 也是呢 做子女 本來應該有的義務 所以把孝道 拿來表揚 成為男人 可貴的行為呀 這個是 孝道失落的現象 我們仔細的來探討 這些表揚孝道的 這些現象 其實 對於我們的良知本性來講 都是不自然的 為什麼 既然孝道 是人 本來就應該有的行為 那麼你為什麼要去表揚他呢 所以 我們很清楚 孝道不需要表揚 我們必須 強調 讓大家回復孝道的生活 回復這個 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的生活 這個就是回復自然 那麼人生活在這個自然之中 他不是悠有自得嗎 他不是逍遙自在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清楚 什麼是根 本 什麼是滋末 人生在天地之間呢 秉得這個天地的精華 得到這個山川的靈氣 那其中呢 很可貴的就是 人的心 就是那個天地日月的精華 就是呢 山河大地的那份靈氣 所凝聚起來的 所以這個心呢 隨時可以跟天地山河 互相來呼應 當我們的心是在自然之中 是在孝道之中 那麼我們哪有不通的道理 天地灣路沒有跟我們不通的 了解到天地灣路沒有不通的 是在孝道之中 這都是孝道所給為我們 所應該有的 這樣的一個言行流浪 所謂擺善孝為先 所有的一些 百恨萬端啊 一切的善行 都是孝道 做基礎 這個為先呢 是因為 孝是所有的 百善裡面的基礎 沒有孝 你說你是一個善人 你是一個好人 那個不是真正的善人好了 我們知道 老子說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知惡以 皆知善之為善 知不善以 所以 這個三教的經典都講得非常清楚 美是什麼 美是自然 自然才叫美 所以道家強調 回復自然 那麼人的回復自然是什麼 就是回復 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的生活 這個生活 的根本就是孝道 所以 為什麼 在這些四大無名古國裡面 只有中國文化 還繼續呢 傳承在這個事件 傳承在這個事件 那很多學者專家在論述 那麼找到的 共同點呢 那就是 中國文化 特別講到 這個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特別 重視倫理道德 那重視倫理道德 就是重視人的根本 就是重視人的自然 那人在後天之中 你不依這個自然而行 那麼你要做什麼呢 你想想看 當你 當你在念佛的時候 當你在打坐的時候 當你在這個禮拜的時候 磕頭的時候 你孝道都沒有做 你這個自然的生活 都都沒有做 那麼你去做這些修行 神明會加持你嗎 神明會保佑你嗎 更何況神明不會加持 神明也不會保佑人 那個會保佑 會加持 那個都是迷信 真正的神明 是我們內在的那一份良知本性 這個 在我們 敬天立體神明裡面 都有特別強調 我們內在那尊佛 內在那 那一份聖 那才是真正的神明 那神明會感應 會加持 是因為 我的內在那一份佛性 跟這個大自然的 所有一切現象 通通感應了 那所以我得到加持 得到加持是你進入那個世界 進入那個情境 不是特別有一份力量來加持你 這個我們要懂 這修道在 要懂這方面 實在是太難 太深了 那從哪裡懂 從你的孝道 開始懂起 所以中國 在漢武帝的時候 董仲書提議 罷錯百家 獨尊辱術 儒家就是 孝道 儒家的基礎就是孝道 內聖外王的基礎 格務成正的基礎 就是在孝道的功夫 你如果個人的孝道修養不足 那麼你如果個人的孝道修養不足 你的家庭呢 必然也饒饒不安 社會呢也沒有辦法祥和 那所以 為什麼儒家 兩千多年來 對於孝道的重視 與強調 不遺餘利 因為那個是 根本中的根本 對於人呢 真的是 回歸自然的一個法則 那你說有沒有所謂重要呢 也沒有所謂重要不重要 你想要做人 你就要把做人做好 你要回天 就是把做人的本分做好 那就是回天的方法 所以 人 要能夠跟天一體 重在人的德性 就是要用天心 來行事 天心 最重要的就是孝道 所以 古來的聖人 彰顯孝道 也就是用孝道 來感化人 用孝道來教人 你看姚順 聖聖相傳的道童 也都是用孝道 那麼姚因為孫的孝順 舉拔孫 那孫呢 因為孝道來治理國家 孫因為孝道 感化他的父母 他知道說 世間 只有我一個人做不好 我必須好好的 把我的本分做好 把家庭的倫理做好 所以 他的用這個孝心 感化了他的家人 也用這個孝心 來治理 這個全世界 全天下 儒家講 做之君 做之清 做之師 這三個原則啊 表面上看起來 這個好像是 以前的領導人在做 但是用現代的這個社會標準來看 其實不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希望這個國家 長治久安 這個世界呢 和平大統 那麼每一個人 都要做到 做之君 做之清 做之師 這個是儒家給我們的知道 在我們的 歷史之中 有很多聖王是做得很好 那他們呢 同時有國家 同時有地位 有那個 領導權 所以他可以同時做得很好 聖王做得很好 那孔老夫子呢 他也想 希望能夠做到這樣的標準 做之君是什麼 做之君就是領導眾人 領導眾人走向一個自然之道 光明的絕路 那做之清呢 就是愛護眾人 關懷眾人 每一個 人民 他所需要的 他所需求的 我都要去關心他 那做之師呢 那做之師呢 就是 教導眾人 教育他們 讓他們懂得聖人的教化 然後呢 能夠走上 聖賢的絕路 所以這個 這三個 地位啊 是 一體的 同時做的 那孔老夫子 雖然沒有實質上的君王 但是呢 他也做到做之君 也做到做之親 做到做之師 君親師 他已經是圓滿了 所以後代的人 尊稱他為聖王 尊稱他為素王 素就是 沒有 實質的領導權 可是呢 他真正的做到了 做之君 那麼你看 想一想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人 把我們中國這一套學去了 他們在這個 商場 每一個商場的領導人 都做到這個標準 他希望他們公司呢 能夠真正的 打成一片 真正的 生產出最好的一個品質 跟最好的量 每一個團體都是這樣子 一個領導人 做到了君的角色 領導他們走向 正正途 觀照他們 深入到 每一個員工的生活 做之師 這個教導他們 所以公司裡面是要透過教化的 教化不只是專業知識啊 還要叫他這個回歸自然 叫他這樣的一個做人做事的道理 所以為什麼 二次大戰事後的日本 他們的經濟 飛煌騰打 造成一個經濟奇蹟啊 就是當時他們做到了 這三樣標準 軍親師的標準 那麼我們今天 來到二十一世紀 我們也必須要 希望每一個人 都能夠做到君親師的標準 尤其是 我們修道人 修道人 有責任 有使命 來推動 世界和平 推動整個人心的祥和 所以更應該做到 這個軍親師 這三個方面的 功夫啊 那現代人 相信科學 科學是小道 科學把問題呢 越搞越複雜 那所以現代的科學呢 他把這個人 帶到一個 不可預知的 深淵裡面 他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那麼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呢 就是我們這個大道 只有透過這個大道 才能夠有解決問題的契機啊 所以我們今天 特別把大道裡面 這個根本的孝道提出來 希望呢大家呢在 這個後天修這個真道 把這個真道呢 恢復起來 我們想要回天 我們想要這個 成聖成賢 都是從這個孝道 開始作息 所以天地眾孝孝當先呢 一切所有的 人類的行為 人類的這個言語啊 都必須從孝到雜根啊 這個是每一個人不能不知道的 一個真理啊 所以今天講孝父母 才知道說 在這個道之宗旨裡面呢 真正的一個 根本核心 就是這個孝孝 那孝孝真正的落實了 我們社會國家 才有 解救了一天 世界和平 才有可能 來到 這個是我們講孝父母 所必須了解的 要真實的 那一份 道體 那一份良知本性 那這個肉體 是父母給的 那麼我們得到真實的那個教法 師長給的 我們身為說會命 父母是生命 所以生命跟會命 同時重要 小時候我們是最依戀父母的 沒有不離開父母的 你跟他小朋友 越是不理他 越是 不要去管他 他越是要依戀了你 越是要來找你 有一次我們那個小朋友 媽媽 很討厭他 氣婚了 因為他太皮了 把他趕出房間 結果大哭 媽媽把他去洗澡了 他一定要跟媽媽在一起 很怕媽媽不想要他了 這個是一種天性 那是一種 沒有是非對待的流露 那這樣的流露呢 毫無做錯 毫無虛假 這就是天性啊 這種天性呢 就是良知本性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的良知本性 是純然至善 沒有分別 那麼我們今天 人類的孝順 倫理 已經漸漸的荒廢了 那麼這個 也表示了一種現象 那就是現代人 在做人方面 想要有成就 就很難很難得 尤其是 我們說的修道人 你不管是你從什麼方面入手 如果你不 雜根與孝道 那麼都是在 職業上下功夫 你說 蟬禪 打坐 曹山 你受戒念經 詞咒 或者是 化福 或者是氣功 或者是放生 或者是軟躺 直接先佛來點話 等等的這些 做法 這些修法 想要修個天人之道 想要探究生命的本源 但是呢 如果沒有 能夠落實於孝道 那麼他的功夫呢 一定很難登堂入世 他的這個 功法 也沒有辦法廣大久遠 所以不能夠用孝道來作為根本 的修行啊 那就是脫離人的本位 那麼你脫離人的本位 你想要用人生來修行 想要了解宇宙之遠 了解生命的堂傲 這是難如登天啊 所以我們都知道 修行要從根本修 今天世界動亂 天災地變平傳 我們要說從根本就起 那麼根本怎麼就起呢 在五大宗教 所有的宗教 如是道耶會等等 或者是新興的宗教 那麼他的傳承 如果沒有傳承到做人的這個根本 校道 那麼 他的這個宗教 一定沒有辦法 永續經營 如是道耶會裡面 這些 領導人 如果沒有把這個孝道 納入到自己的修行體系裡面 那麼他這個派別 絕對沒有辦法 拓展之夜 所以我們 想想 現在修行的人 為什麼不能夠像過去的人 這麼樣有成就 那麼這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 忽略了孝道 大家呢 都是 把修行 當作消遣 當作呢 玩弄的 這種 時尚 看到大家呢 都在 都在 信仰宗教 喔 大家都有在接近道場 自己呢如果沒有接近的話 沒有去 往一個宗教來皈依的話 好像呢 會 趕不上潮流 那麼這個 這種現象 他充其量能夠修一點福報 他沒有辦法在自己的自信上 看到真實意 看到真實意 那麼沒有辦法在自信上 見到親近平等 那麼他如何能夠成就 回天的大道 所以六祖慧能他講 見性是公 平等是德 見性是見什麼性 見到我們自然的本性 我們上次說 我們上次說回歸自然 自然是什麼 自然就是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那麼 剛常倫理 之中的根本 就是孝道 所以從孝道裡面 入手 然後呢 再從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慢慢的擴充 那麼這樣的人呢 就可以 一步一步 登堂入世 了解到 整個休閒的堂澳 看到忠妙之美 百官之父 如果不是從孝道入手 那麼我們很難想像 他的這個 這個歸結點 繪製在哪裡 你說得了很大福報的人 那麼他最後到哪裡呢 他就升到很有福報的天 去消他的業 因為善也是一種業 那消他的業 這個福報的善消完了 又回到人世間 那麼回到人世間 如果還不知道 這個修道的功夫 修道的根本 繼續在表面上用功夫啊 那麼他還繼續 在六道裡面輪迴 所以這也是 明師教我們意思 他告訴我們 根本大道的原因 我們明師 我們明師這一指 讓我們了解到自性 了解到本性 那麼我們的自性 本性 我們真正 那個 助手的 做法是什麼 明師告訴我們 要認對課題 認對課題就是教我們做 三肝五常 五輪八德 叫我們在人道上 先把孝道做好 只有從人道上 把這種做人的功夫做好 才可以談到 超生了死的 這種出世間法 清淨無為的這種 逍遙自在的方法 也都是從這裡紮根 所以在神仙傳裡面 有一個賢人 有一個賢人 叫做蘭公 蘭花的蘭 這個蘭公呢 他呢 因為很有效 效性 所以感動了天界 感動了神仙 有一位這個斗中真人 來到他家 他自稱為孝帝之王 所以叫孝帝王 那麼這個斗就是 北斗七星的斗 這個斗中真人 他是一個孝帝王 他來度化蘭公 那麼孝帝王跟他講 他說呢 住在 日上的 住在太陽上的 上面的叫做先王 住在月亮上面的 叫做明王 那麼住在斗中的 那麼就是孝帝王 斗中就是我們所說的 北斗南斗這種 這個斗 就是所謂的星塵 那麼日月都可以放大光明 孝行感動天地 萬物可以滋生 所以人透過孝道 把這個日月的光芒 在人世間發揚光大 天下可以大治 王道可以施行 那麼整個天地神 他的這個氣 就可以平均分佈在天地之中 那所以可見呢 這個天地在我們人世間 他還有一個不處的地方 這種不處的地方 當然 必須透過人 來給他調理 來給他運作 他可以將 才可以將這個天地的這樣的一個氣 整個落實在人世間 那這個人是 我們說聖賢 我們說君子 那他這裡講到 神仙 那所以一切的聖賢人 還是神仙 都是呢 從孝道入手 所以這個斗中真人 就教這個蘭公 修道的秘訣 這個秘訣是什麼呢 秘訣 就是叫他好好的孝道 遵行孝道 因為斗中真人就是行孝帝來成就的 所以叫孝帝王 所以斗中真人也教這個蘭公孝帝之道 那麼蘭公他本身就是很孝順的人 所以很快就得到這樣的一個天機 可以預知這個過去式 也可以了解未來的吉凶 那有一次蘭公就跟他的親朋 一起到野外去 看見了三座古墳 蘭公說 這個是三位神仙 他們羽化成仙之後的墳墓 那麼就要他的 朋友 去告訴官府 將這個墳墓旁邊 這些 雜草 一些垃圾把他清乾淨 免得 煩人去見他這個墳墓 那麼這個官府的人 來到這裡 那麼就問這個蘭公 你是怎麼知道 這這裡面呢是三位仙人呢 那他說 這第一座墳墓裡面啊 他埋的是一個真人的屍骨 這位真人現在呢已經藏身不老 那麼第二座墳墓裡面呢 有兩件仙衣 一部道經 還有一個人 那他的樣子呢 只是像在沉睡一樣 如果把這個人挖出來呀 過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跟他講話 喔 還可以呢 這個 繼續 他的這個蒸氣 那麼第三座墳墓呢 有這個金丹玉翼呀 如果人喝下去呀 就可以升天呀 可以成天仙呀 所以官府的人 就當著這個蘭公的 面前 把這個三個墓啊 把它打開 三座墳的 裡面的 情形啊 跟蘭公所說的 一模一樣 蘭公呢 就來到這個墳前 打開那個仙衣啊 穿在身上 又取了那個金丹玉翼呀 喝下去 那墳墓 墳墓裡面那個人呢 啊 這個就起來 起來之後就跟他一起呢 這個升天 升入雲天 那麼這個 其他人看了 哇就非常的 後悔 後悔自己沒有 趕快喝 於是呢 就跪在地上 像蘭公啊 得罪 可是蘭公已經飛上天上去了 蘭公呢在天上呢 就對這些人說 我每十天會回來一次 可是幾年之後呢 每一百天才會回來一次 來弘揚 這個修道 的一個精神 來救濟呢 世間困苦的人 所以他那個時候呢 所以他那個時候呢 在這個 吳都這個地方 有十五歲的男孩子 很聰明的這個兒童啊 出現在 這個吳都啊 那自稱是 蘭公的化身 所以蘭公呢 就在吳都這個地方啊 來教化眾生啊 可是蘭公教 教的是什麼呢 教的就是孝道 叫吳都那邊的人呢 都是一定要行人倫大道 尤其是這個孝道的 的意義啊 所以教這個孝道的秘法 那所以這個當時有很多人得到這種孝道的秘法 那自然呢 就 毀天的去了 那最後呢 這個 蘭公啊 把一些金丹啊 福禄啊 還有一些 一些這種 神卷啊 都放在 一個墳墓之中 後來就被許淨這個人 所得去了 所以許淨後來也 成仙了 那這個故事就是講到這裡 這故事是很簡單 那他透露了一個重點 就是神仙 這樣的人物 他想要修道成仙 他的秘法是什麼 就是孝道的秘法 就是呢 好好的在人倫上呢 把這種孝道的功夫 把他落實 把他圓滿 所以可見呢 這個一切的 精教 如果把孝道處理啊 這一切精教 通通是荒唐廢子 一張啊 都是沒有意義的動作 可見孝道是一個 非常根本中的根本 一個家庭裡面啊 如果有成員 能夠將孝道呢 實實在在的奉行 那麼這個家呢 一定是安定祥和 而且呢 家風可以遺傳 這種家風呢 可以世代傳承下去 來造福 附近的這個 這些社區 乃至造 社會 我們 仔細的想想 現在的世界 為什麼災難平凡 為什麼動盪不安 為什麼犯罪力升高 人心呢 這樣腦熱不平啊 一個 颱風來了 家人 死傷慘重 結果呢 台灣的人 第一個罵的就是政府 不管政府 做得再怎麼樣 反正就是罵就對了 所以我們電視媒體 所充斥的整個畫面 都是憤怒 都是謾罵 都是要求 整個 社會啊 充滿這個 腦熱不平的現象 那為什麼這個 社會問題啊 社會問題啊 人心的這種問亂啊 不會是這樣子呢 這種現象啊 如果用修道的道理來解釋啊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也就是說 這個家的 成員啊 他本身就不安定 他的內心 本身就是 浮動不安啊 所以呢 所以呢 當他遇到外來的這些打擊 挫敗的時候 他唯一發出的對象 就是政府 就是這些官員 他不可以去罵天 也不可以去罵民眾 所以當然只要罵政府 所以他這個罵的動作 造成更加的浮動 更加的不安 那麼你想想 我們的社會是 家庭組成的 那國家是由社會組成的 最基本的單位是家 那麼這個家庭裡面 這個 夫妻是 兩位主角 夫妻的原型舉止 是否合乎孝道 他所交出來的子女 是不是 能夠合乎孝道 這個都是 問題之所在 那我們現在 台灣的社會 單親家庭又特別多 那麼單親家庭 所撫養出來的子女 對於孝道的例行 對於孝道的認知 就更加的膚淺 所以 家庭問題 不斷的衍生 那麼親少年犯罪率自然就提升 夫妻的這個離婚率也提升 所以造成社會不安 國家不合 所以風不調雨不順 國不泰民不安 就是這樣 所以一個家庭裡面 如果 能夠懂得孝這個字 能夠好好的來 力行 你不要說做到圓滿 你起碼做到 這個 三四十分的孝道 那這個家呢 就已經不得了 做到圓滿的已經是聖人了 我們不敢要求聖行的標準 但是呢 如果 一般人達到三四十分 孝道人達到君子的標準 大概六十分以上 那麼這個社會呢 就已經是平順的 平治的這種天下 那就是因為現在的社會 沒有辦法這樣子 你看大家在個人的 享受上 個人的名文力養上 凸顯出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品味 什麼都要有自己的意見 自己的想法 那麼夫妻之間 那一份同理心 同情心 就會日漸淡薄 人跟人之間的那份同理心 也淡薄了 所以標榜自己 就是現在社會潮流 一個很大的錯誤 那尤其是家庭 夫妻是一體的 那這個一體的呢 結果呢 轉化成這種自我意識 非常強烈 大家都要 都要想要 有自主權 而且呢 想要控制對方 管理對方 想要一手掌握對方 想要一手掌握對方 那所以 這個兩性之間 他那種溝通 就產生了不良的狀況 那情感的交流 在值跟量上也 相對的缺乏 所以就造成 冷漠梳理 造成了 這個 無情無異 所以 無情無異的家庭 造成無情無異的社會 所以造成現在 這個外遇 情變 分居 離婚的事情 犯罪率的事情 問題兒童的事情 節節升高 讓整個社會 紋亂不安 令人堪憂 那麼人心 浮動不安啊 就整個營造成 天地的一個磁場 那他就浮動不安 那浮動不安呢 會造成 種種天災地變 那天災地變 不是老天要懲罰我們 是我們的氣場所造成的 我們的環境 是我們自己的心 心線所造成的 這個不是 上帝給我們的 所以歸結來 到那個根源點 那就是孝道出了問題 那麽我們也 也知道 現在的父母 跟古時候的父母 他那份修為上 那就差很多了 這個倫語裏面認為 雖曰未學 無必為之學矣 那意思就是說 懂得做人道理的人 雖然沒有很好的學問 那麽 我必然也會說 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所以儒家把學問的標準 那是定在 他的這個做人做事 是非常標準的 不是 在 祭問之學上 有什麽成就 不是這樣子 雖然 雖然你在這個 書本的學習上 沒有那些 世代夫 這麽樣的 高明 可是呢 你做人老神 你做人呢 遵守 這個倫理的規範 那麽 孔老夫子也會認為 這樣的人 是很有學問的 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認為說 六祖慧能沒有學問 可是六祖慧能卻是一個字也不認識 就是這個道理 那因為現在的父母 不像古時候的父母那樣子 所以現代父母教出來的兒女 那所謂的孝順之道 他也不再提倡了 他也不敢要求 兒女呢 會對他做多麽敬孝 那麽包括現在的老師 他自己 在做人處事上 也沒有什麽標準 所以學生教出來的品質 也就非常的不起 那麽現在人 唯一的標準 就是呢 成大公 立大印 做大官 大家都希望兒女呢 是這樣的一個 成才的人 標準是定在大富大貴 不是在乘上乘全 所以父母親對於教育的這種培養 對於教育的認知啊 是非常缺乏 甚至老師 學校的老師 在這個教育上的認知呢 也都偏重於知識跟科技的傳授 對於這種道德倫理的傳授啊 也是相當的缺乏 所以什麽是孝順之道 什麽叫做人的道理 什麽叫成勝成賢 父母親不懂 老師也不懂 公司老闆也不教 反正呢 都是呢 以忙以忙啊 結果呢 整個社會傾向 傾向一個公立 傾向一個 這個自私自利 攀巧奸詐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社會 這樣的國家 一步一步的走向了 毀滅之道 所以世界的目的是怎麽來的 今天地球暖化怎麽來的 今天的颱風 水災 造成這麽多的傷亡 都是怎麽來的 我們想想我們人類的社會 人心的變化 我們 不難得知其中的道理 所以有的人認為說 這個 在河川地上 居住的這些人 或者是說在災難地區居住的這些人 他可能會很容易發生水災 很容易發生土石流 很容易有這個天然的災害 但是呢 他們死也不願意搬走 政府花再多的錢 再怎麽樣宣傳 都沒有用 那為什麽沒有用呢 因為呢 他們只要住在那裏 就可以擔到 政府來補助他們 社會來關心他們 他們變成一種 激養的觀念 沒關係啊 颱風來 颱風來我們才有補助啊 颱風來我們才會受到人家重視啊 結果呢 颱風一來 整個村莊毀滅 你生命也沒有了 那唯一 能夠生存的人 結果呢大哭大叫 大罵政府 就引起整個社會動盪不安 那麼有的專家就建議 那些住在 危險地區 不願意搬出來的人 就是來個颱風給他 他希望颱風馬就給他颱風 給他颱風 結果呢 造成更多社會成本的這個損失 社會成本的浪費 國家人民納稅的錢 投資在那裏 結果呢 他們卻是 有激昂的心態 那這些問題 現在 台灣各地還有很多 要怎麼解決 颱風能夠解決問題嗎 你以暴抗暴 只有造成更大的問題 更多的紛爭啊 那怎麼可能會解決問題 你把人整個毀滅了 那整個從來 這個就是解決問題 沒有錯 到最後 可能會走像這樣子 如果先佛的預言 從中 我們了解 白羊起事後 就是黑羊起 那黑羊起 不就是整個毀滅嗎 所以世界末日是一定會來 但是呢 我們現在修道人 齊齊不能夠讓這個世界末日來 不然你修道就沒有意義了 你修道人沒有辦法轉這個天梯之樹 沒有辦法救渡這個世間人啊 那麼你修道在修什麼道 那所以我們要極力呼籲 呼籲到說每一個人 從孝道入手 從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入手 所以說這些處在災區的人 他不願意搬走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教育他們 透過這個真修實練的人 來教化他們 讓他們把觀念扭轉 把這種是非對錯 把它糾正出來 糾正過來 把這種剛常倫理呢 把它導正過來 讓他們清楚了解 一個做的人本分 讓你教化他們了 他們也懂得 這個人倫剛常的重要性了 他知道生命的重要性了 他知道整個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的重要性 很多人在為他們付出這個成本 付出心血 他也會感到羞恥 那麼他知道 人跟天地之間的一個互動性 你要向大地 要土地 結果你不要水 把水趕走 水就無情的 被你 被迫反復 你看現在 整治河川不是就是這樣嗎 把水呢 盡量的把它縮短 或者是 把這個水搓到另外一個縣市去 或者是說 這個河道本來是彎曲的 結果呢 把他拉直 雨水增地啊 結果 結果呢 就是 水把這些地要回來了 甚至呢 把這些人呢 通通命也收縮起來 你看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 台灣的現象 我們 非常感叛 那麼 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們要把這種 局勢給扭轉過來 只有痛下狠功夫啊 什麼叫痛下狠功夫 就是要求自己把道修好 把人輪敬好 把這個孝道呢 真正的落實好 那有的人會說 那我沒有父母了 我怎麼敬孝道 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佛陀教我們 一件男子是我父 一件女人是我母 眾生都是我的父母 你把這個眾生啊 看成父母 來對待 你看我們在道場 我們對於前輩 對於前輩天輪師 我們說的 同時是師道 也是孝道 我們做的 是師道 又是孝道 所以把孝道做好 是在每一個層面 都可以完成孝道 不是只有我們這個性的才是 才是孝道 修道人的觀念 不是這樣子 那宿窮三季 橫遍十方 他的說法是 你這一條 金線 你這一條 麥枝上 你還有托出很多枝葉啊 你看父母是不是還有父母 那父母也有自己的父母啊 那麼我們累結累世 有多少父母 無量無邊啊 無量無邊啊 那父母又有父母 父母又有多少父母 也是無量無邊啊 所以這樣家種起來 我們的父母啊 無量無邊啊 沒有辦法算計 所以孝道是橫遍十方的啊 那個橫遍十方 擴及到整個眾生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 一切眾生都要度舊 度舊是因為 他是我們的父母 他曾經跟我們是同一體的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一體 可是呢 我們根本就是一體的 其實我們這個來源都是一體的 這個一體的觀念 因為那個修行的理很深 這個理呢要去悟 悟到後來 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個五個手指的根源 都是在這裡 兩隻手的根源 都在這個身體 你看到這個根源去 你就不會分別了 原來都是一體的 所以我們要用這種孝順父母的心 來 孝順眾生 當然我們沒有說孝順眾生這個字 我們用這個 服侍眾生 敬奉似 這個眾生 孝的這個 孝的這種觀念 擴及到整個 眾生彎路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其實還是那個孝順的心 那所以在家庭之中 祝希神經講 夫婦和 和家道成 家庭的主要的兩個主角 這兩個主角是互為一體的 夫妻 所以夫妻相處 他的和睦 和諧的狀態 就是成為一個家庭 是否可以 這個 和樂 久遠 的一個關鍵的因素 夫妻的生活如果要維持 一個正常的生活 這應該講求呢 這個情感而有義理 那麼這個 有情有義 那麼這個 這樣的一個夫妻生活啊 還是從孝到入手 這個夫 敬孝 妻敬孝 這個夫妻都敬孝 那麼夫婦 根本 他就會穩固 家庭就會 穩固 那家庭穩固了 你的子女就會穩固 所以孝是一個 上層主的 下起兒孫的 一貫的做法 孝道的一個 建立啊 是在一個 一個孝治全家 這個觀念上 所以我們在 古代的裡面 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給我們做榜樣 你跟孝 這個 忠誠 處於孝子之門 那麼我們古代的那個 忠誠就很多了 所以你要找忠誠 要從哪裡找 從這個孝順走 這個 北上的時候司馬光 那是一個 良辰 是一個忠誠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文學家跟史學家 他為官親正 做事正直 他對待人民 就好像是自己的 子孫一樣 所以古收成為父母官 百姓是他的 人民 是他的子民 司馬光在的 詞 一定 把這個地方的民風 把它 改正過來 做生意的 有生意的道理 當官的有當官的道理 不會貪污 也知道廉恥 所以當地的人 把司馬溫公這種行為 拿來 告誡自己 告誡家庭 所以當時 這個 洛陽城 對於司馬光這樣的父母官 都非常 乾杯 大家 耳手撐血 我們來了一個 很好的父母官 那有一次 皇帝 下令 要把他召回 朝廷 那百姓知道了之後 大家 都來要求司馬光 能夠留下來 但是司馬光 礙於皇命難為 沒有辦法再留下來 當時的人 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讓我們 畫一張像 把你的畫像留下來 讓我們也可以 這樣仰慕你 那所以大家 都來畫這個司馬光的像 一直到司馬光 要回朝廷 兩旁的這個百姓 拿著這個像案桌的 來跟他膜拜 好像是父母親要走的一樣 沒有一個人不受 他的感動 這個就是司馬光的德行 那他這個人 一生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他的這個光明磊落 的人格跟操守 那麼 他的人格跟操守 也在於他的小時候的 孝道的養成 他小時候就非常節儉 不喜歡吃荷花 但是有一次啊 他犯了一個錯 就是在這個 吃核桃 核桃 要剝殼 那麼 一般人是不會剝殼 不知道怎麼剝 那麼小孩子更不知道了 所以有一個 奴仆 就叫他說 你可以把這個核桃 用熱水燙過 那燙過之後呢 再來剝 很容易就剝掉了 然後他就 照著他的方法去做 結果呢 哇真的很 很容易就剝掉了這個核桃 的殼啊 他就很 很歡喜 那他姐姐就問他說 哎呀你怎麼知道 用熱水來剝核桃的方法 他就說我自己發明的啊 結果這個事情 被他父親知道了 那麼他父親呢 就很嚴厲的刺責他 我就跟他講 你這個方法根本就是 怎麼能教你的 你怎麼可以說是你自己 發明的呢 小孩子這麼 這麼小就說謊 以後那還得了 哇他竟然呢 被他父親這一罵 突然就覺悟了 好像整個人醒過來一樣 那所以從那之後 他告知自己啊 做什麼事情啊 沒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跟別人講的 沒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跟別人講的 也就是說什麼事情呢 都可以跟人家講 不能夠跟人家講的事情 他絕對不做 所以事無不可對人言 那我們知道 那我們知道司馬公從小很聰明 破綱就有的故事 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麼他長大之後呢 那麼他長大之後呢 在這個 洛陽 當官啊 百姓稱聖 皇帝召他回去 那麼 把他拔鎖做宰相 喔 只要司馬公做宰相了 連這個 勢宰的國家 都不敢來進攻啊 為什麼不敢來進攻呢 因為 司馬公這個人是很有德性的人 很有德性的人 你攻打他絕對不會成功 連蠻蠻的人都受到砍的話 他本身呢 非常的簡博 來要求自己 那他 策有敏的成就 就是編了一本 知智通建 這個這一份 著作 那麼是一個 歷史大部頭的書啊 那他在洛陽的時候啊 編這個知智通建啊 他的居所非常的簡陋 中堂上的有三層 這個 沒有中堂 就是說他 住 把這個書啊 都放在這個地下室啊 編書的時候呢 都到這個地下室啊 去呢 參考資料 那當時呢 有一個 大臣啊 叫王拱臣 也是住在洛陽 那這個 王拱臣 他的家呢 就非常的寬廣 非常的奢華 有這個三層樓高 那王拱臣在讀書的時候 一定跑到最高那一層 那司馬光在編書的時候 一定跑到地下室 所以當時有個 有個流傳啊 就是王家鑽天 司馬入地啊 王家的人 就到天上去讀書 那司馬家的人就到 到地下去讀書 那我們知道後來 王拱臣 當然也是一個良臣 那司馬光的成就 更在他之上 喔 有奶腹的遺風啊 喔 他跟著這個 世事通見啊 知智通見啊 更是為後人所敬仰 他父母親過世的時候 他非常的哀痛 非常的這個難過 回己如理啊 也就是說照著這個喪禮啊 來行這個 行這個 仁子的孝道 結果呢 讓自己的身體啊 敗壞到好像呢 沒有沒有一點血色 臉色非常的蒼白 所以 以孝治國 他說呢 孝道 就是一個治國之道 忠誠一定 出於孝子之門 所以司馬公在這個 宋仁宗的時候啊 也是 為宰相啊 勸見皇上應該 怎麼樣做 要去除國家的弊端啊 那這個仁宗啊 當然是一個 很有仁慈的一個皇帝啊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 賢臣來 輔助他 那當然就是 國治民安啊 一直到送神宗的時代 宋仲宗呢 宋仲宗呢 因為呢 以這個 王安史作為宰相 葛仁那時候司馬公也很老了 王安史作宰相 這個 王安史啊 他發動了一次改革 那這個改革呢 大家 應該都很清楚 各種法 所謂七秒法 什麼什麼法的一大堆 那這個王安史的改革 後來是沒有成功的 雖然他的利益很好啊 可是呢 引起社會上人心 的惶恐 以及不安啊 整個社會人心的一個生活 全部改善 全部要改動 而且呢 非常嚴苛 以至於說造成天怒人怨 天不降雨 天不降雨 所以我們說天不降雨就是呢 那個 人心不整 那王安史可能是有這種現象 以至於說 王安史的學生啊 來勸勸王安史 就廢棄這個改革 可是王安史不聽了 一直到說啊 去 使劍啊 叩求皇帝希望改革 不要把這個王安史的改革呢 把它進行 把它廢除掉 這樣子 才天降大雨 神終於為他感動 後來王安史 當然就沒有 改革成功 所以我們看到司馬光 他立下了這樣一個盛行的典範 給我們後代人 一個很好的一個指標 包括在現在我們道場 司馬光 都跟老前人非常有緣 得到老前人的引進 現在呢 也成為大仙 司馬大仙 那 司馬光常常稱老前人為恩公啊 那我們道場有這樣的一個賢人 在做我們的典範 我們更應該知道 做人 這個三缸五常 五輪八德的 一個標準 跟他的重要性 所以孝制 是全人類 保命的 這種秘法 我們都應該呢 來服用這個孝制 來使我們的家庭呢 長治久安 國家呢 來 這個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那我們今天就躺下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孝順 這兩個字 是連在一起的 孝一定是 接著順 那也就是說 孝子 他所表現出來的言行 就是順 公順 謙順 禮順 那麼一切都順 自然呢 他的生活 就是順 那他的 這個智慧德能 以及 福報 通通通通都會 有孝 所以孝就是孝 孫就是孫 孫 你看這個孝跟孫 這兩個字 他可以衍生 很多的這個 生活上的 這樣的意識 那其實 孝字這個字落實了 是真的 可以達到一切 可以達到一切 你想要的一切 通通會得到 也就是說 我們人世間的福報 那麼人世間的福報 在我們的 自信來講 其實呢 那個都只是 紙上的灰塵 那只是灰塵而已 喔 都只是因為我們這個肉身 所必須要的 一種 生活上的 必需品 那麼 必需品 是只要夠用就好 必需品如果說 太過 貪德 那麼就違反了我們的信德 那信德就是孝道 那孝道呢 就會有所虧損 那信德當然就不圓滿 所以 孝 要從孫 的言行表現出來 那對父母親 對於我們的 祖父母 甚至我們親祖裡面的長輩 乃至到一切的 眾生萬物 都是用孝順的道理 來面對 所以 有孝了 就可以順了 你想想看 這個意思啊真的是 無窮無邊啊 所以 百孝經講 孝道貴順 無他妙 那麼孝呢如果 沒有連接的順 那麼 就不妙了 那最妙呢就是從順裡面 看到孝這個信德 所以對父母親 孫 那就是孝的一個基本的涵養 那有人會講 如果說 他父母親 他沒有在修道 他甚至呢 也是 是 為非作歹 這樣的父母 我們需要去孝順他嗎 這個的確是 要反思的 一種智慧 那一個孝子 既然知道孝是自信的發漏 那麼自信全然自善 所以孝的發端呢是沒有 沒有所謂作煎飯割 沒有所謂貪產煎巧的事情 所以呢 順 對於 父母 是順他的性德 性德 性德 是自然的 性禮 所以性德呢是 發乎端子乎禮 性德呢是自 具足 性德是圓滿 性德是自善的 所以孝子的順 是順在性德 所以要要知道 我們不是隨順 父母的習氣毛病 喔 父母親 也不是聖人 也不是賢人 也許呢 他也不是一個君子 他可能呢 會有貪真 刺愛的事情 當這些事情 發生了 在孝子的眼裡 在孝子的眼裡 那麼孝子呢 他必須 了解 這可見呢 孝子的一個 的智慧啊 他是要隨著性德來彰顯的 那不是一味的餘孝 所以當父母親 他的念頭是不對的 那麼 做人子女的 要委婉勸 這個 這個倫理裡面講 基建 這個基建的道理啊 就是用各種方法 來勸勸父母 千萬不可以 這麼做 但是父母親 他畢竟是我們的長輩 如果說 他堅持要這麼做 那麼 做子女的 也沒有辦法 做子女的呢 只能夠 敬順不明啊 那麼 父母親叫我們去做壞事 我們 只好 勸勸不得 自己在旁邊偷偷哭 答應父母親 會去做 結果離開父母親之後呢 一點也沒有去做 那這個就是 孝 你看這個孝的功用是 很微妙的 他不是一味的 聽父母的話 接受父母的指導 那所以說 孝道的人 他的智慧會自然流落 會自然流成 那麼這個最好的例子 在我們中國 24校裡面 大順 大順的校 那是真的是 性德的流落 而且呢 是一種 很 智慧 很恭敬 很真誠的校 所以 24校之手 孫王 給我們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典範 那麼孫呢 生長在 他的這個環境啊 面對的可以說是 窮凶惡極的 家親眷屬 你看他的父親 聽著這個 後母的話 父親想要害 兒子 那母親呢 因為生了一個 小孩子 為了這個小孩子 也想要呢 磕獨這個 孫啊 而且呢 想把孫所擁有的一切 通通搶過來 給兒子 自己的兒子享用 那這個 他這個兒子 也就是說孫的弟弟 也是呢 就是因為他的 慫恿 他想要擁有 哥哥的財富 擁有 哥哥的地位 也想擁有 哥哥的 兩位 太太 那所以慫恿他的母親 母親倫恿他的父親 三個人 合謀起來 要把孫害死 那麼孫呢 處在這樣的家庭裡面 他到底要怎麼樣孝順 當父母親 都要殺 殺兒子了 那麼你還有辦法孝順他嗎 所以說真的孝難 非常的難 男是男在 父母親 也不明理 那一個做孝 做人兒子 你明理 你要懂得 怎麼樣盡 侍奉父母 勸勸父母 然後呢 引導父母 那麼大孫呢 他在這個家庭裡面 他唯一苛責的 就是自己 沒有做好 父親 為什麼會對我這樣呢 母親 跟弟弟 怎麼會對我這樣呢 這個都是因為自己還沒有做好 自己做得還不夠好 所以呢 讓他們有所抱怨 自己應該做得更好 所以他 想方設法 把自己的言行 更謙卑 更柔順 希望在這三位 家屬的面前 能夠得到他們的歡喜 一切都是自己的不好 啊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孝子 所以大孫的孝啊 是不是一般人 可以做得出來的 那麼他父母親 設計 害死他 有一次在 這個屋頂 故意說屋頂 有漏水 那要孫呢 跑到屋頂上 去修氣 那結果呢 孫知道這個 事情 孫知道 父母親要害他 那孫呢 覺得非常的愧疚 自己呢 還沒有辦法 讓父母親 得到歡喜 以至於父母親呢 想要害死他 那於是呢 他聽從父親的話 跑上去屋頂 要來修理 但是他知道 父母親要害他 那所以呢 他想到一個 防治的方法 那就是 帶著斗粒 帶了好幾頂的斗粒 因為父母親 要放火燒 燒房子 順便把他燒死 那當他 當他跑到屋頂 在修理的時候 結果呢 真的放火了 要活活的把這個大順 把他燒死 結果 孫啊 他已經預備了 所以呢 他就 把這個斗粒啊 把他變成降落散 所以 這樣 用的斗粒這樣飄下來 那我父母親看到他 竟然可以 宛如天神一樣 這樣飄飄然降下來 我父母親都看得非常驚訝 然後他就故意問他說 你又沒有什麼事啊 怎麼會發生火災啊 那順 那順就說沒事沒事 我現在已經沒事了 還好 那父母親看的 這位弟弟看的 很驚訝 很驚訝很感嘆 那這次沒害成 當然 要想 下一次啊 又有一次 他們又想到一個方法 在天空害不成 那不然就到地下去 叫他跑 跑進這個井裡面 去修井 趁他在井裡面啊 就用石頭 紮實 把他掩蓋起來 這個絕是 絕對跑不掉 萬無一失的方法 三個人都說 這個方法很好 你看在順那個時代 就有這樣 險惡的人心啊 但是呢 他們遇到這個順這個孝子 真的是 上天呢 都不忍心害他 所以 民間有一句話說 人害人 天不肯 天害人 轉瞬間 人想要害一個人 如果說這個人 是忠誠孝子 那麼呢 老天都 不 不忍心 沒有辦法看到你這種行為 所以老天都會幫助他 不叫他呢 被你給害死 可是如果當老天 要收住一個人 那麼一下子這個人 就必須 就必須 就必須被收住起來 所以天災地變 一次傷亡這麼多 這個就是天要害人 那麼我們 講到說 孫 他繼續呢 若無其事的 在家中 那麼當時呢 因為 姚王 聽到 孫 很賢能 很孝順 所以 把兩位女兒 嫁給他 派了 他的兒子 來輔助他 要他治理 當地的 這個政事 那麼派這個兩個女兒 主要呢 是來 監控他 看他呢 是不是傳說中 怎麼樣孝順 這麼樣賢能啊 那這兩個女兒呢 來到孫這邊啊 才知道說孫 真的是傳說中的 孝子 非常有賢德的人 可是呢 他的弟弟 卻看上了兩位嫂嫂 的美色 想要葬為己有 孫所擁有的這些 福報啊 也想要擁有 所以才會說想辦法要 殺死 大哥 把他的東西通通搶過來 包括這兩位女人 都把他搶過來 這個是 真的是 非常可怕的 的人倫悲劇 但是呢 這個孫啊 他非常有智慧 也得到老天的庇佑 始終沒有讓這種悲劇發生 主要的原因在於 主要的原因在於 為什麼 他的父母 他的弟弟要害他呢 他搞不清楚 為什麼 想來想去 只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呢 自己做的不夠好 我們說啊 我們說啊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啊 順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 他 他找不出原因父母要害他的道理 那就是自己做的不好 自己做的不好 那就是自己要做的更好 把孝道盡圓滿 所以 他在生活上更加的 公順 而且對弟弟呢 特別照顧 那 有一次他們又想到 到井裡面 讓他去修井的方法 那麼順呢 又被他聽到了 所以這個是呢 所謂天將孝子 領眼關了 天要又 保佑 這個孝子 所以讓他聽到了 那麼順對峙的方法 就是呢 趕快下 自己先下井去 去 找一個隧道 從其 找一個出口 從其他地方跑出來 那麼當真正的 父母親要他下去的那一天 他也就下去了 下去沒多久 上面的這個沙石啊 就通通掩蓋下來 那他當然呢 已經從 這個隧道呢 跑出來了 那他的父母親跟他的弟弟啊 想說大順這一次必死無疑啊 哇非常高興 尤其他的弟弟啊 尤其他的弟弟啊 我非常的欣慰 不曉得怎麼樣面對孫啊 然後呢 孫就問他 弟弟啊 啊你唱歌怎麼唱得這麼高興啊 那弟弟呢 那弟弟呢勉強回答說 因為 因為我很想你啊 那孫也說 是啊弟弟我也很想你啊 兩次都沒有害成 那孫都知道 所以孫呢 把自己 在家庭裡面的職責 做得更好 喔 幾乎所有的家室 他都一個人扛起來 甚至呢 他還 到外面去耕田 喔 所以才發生了 這個 小鳥 銜著這個種子來幫他播種 大象幫他離田 這樣的感應的故事 那麼大順到外面去耕田 就暫時住在外面 那他住的地方啊 就特別奇怪 因為他非常的 公順 對於人的謙卑有理 所以當人跟他相處啊 就覺得說這個人怎麼這麼好 很想跟他 住在一起 那所以 他住的地方 一年 就成了一個小聚落 三年了就成了一個村莊 十年了就成了一個都市 只要他居國的地方都是這樣子 所以他將是一個 這種核心的力量 把所有的這些外圍 外圍的人 事物啊 通通呢 聚攏過來 這個是 孝道讓他的德性完全承諾無疑 那當他回家的時候呢 父母親看他這個 成就啊 也不忍心下手了 看他這樣公順呢 更加的 不忍心啊 一直到 順呢 真正做了皇帝 要把位 散讓給順 做了皇帝之後 那麼 兩位父母 當然有更好的 這個住處 跟 侍奉 那麼他的弟弟呢 也被他分封到 一個地方的 的諸侯 那麼他 不但呢 沒有怨恨父母 喔 不但沒有怪責弟弟 還 一直呢 照顧他們 讓他們呢 在生活上 無憂無慮 啊 所以有人 問這個孟子 後來孟子 這個書裡面記載了 有關順很多的事情 那麼有一次有人問這個孟子 他就說啊 順 做了皇帝 那如果他的父親 因為他的父親不明理 常常做一些 非人 人道的事情 如果說他的父親犯罪的話 那麼 順這個皇帝 如何治理他父親的罪啊 孟子就回答這個問題 孟子的回答也很有趣 他說呢 如果是孫的話 那麼孫呢 會在 晚上的時候 沒有人看見的時候 將這個犯罪的父親啊 偷偷的把他 背出來 背到這個海邊 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兩個父子 就住在海邊 從此過 過著 幸福快樂的生活 那意思是 順了 皇位也不要了 國家也不要了 喔 什麼樣世間的這個好處 他通通不要了 他就是要孝順父母 這個是孟子 回答的巧妙 一個孝子 的確是如此 世間的福報 他什麼都不要 他就是要孝順父母 喔 他就是要是 奉養父母 所以你看我們在 中國很多孝子 喔 有了官爵入位 當官爵入位跟父母的安養 產生衝突的時候 那麼他 寧可 不要這些奉入 也不要這個官爵 所以中國 為什麼 這個文化一直都傳承下來 從來沒有 被毀滅過 也沒有間斷過 這個是孝道 在中國 扎下了很深的根啊 你看尤其像孫這麼早的年代 喔 孫距離我們現在 大概有四千多年了 而且呢 到現在 孫還只是傳說中的人物 也就是說他的這個 一些 遺跡啊 還沒有辦法被證實 所以只能成為我們歷史上 記載的人物 可見呢 這種事情很早很早就這樣 那麼中國人很早就有這樣的一個 思想觀念 那你會說 這個孫那麼孝順 這個孝順到底是誰教他的呢 是姚教他的嗎 也不對啊 姚是因為他孝順 所以才來注意到這個人 然後呢 才把皇位交給他 所以孫 的孝道啊 是沒有人教的 沒有人教的 就是天生的 所以孝道 也不是 孫發明的 也不是姚發明的 那更不是孔老福祉發明的 這個我們要知道 那孝是 怎麼樣來的呢 孝沒有怎麼樣來 孝是我們信得本據 所謂法爾如是 孝人 孝不需要特別的 去教導 人的自信 本來就有孝的種子 自然會流入孝的行為 這個就是 人性本善的道理 所以孝是信得 所以我們順 順是順 父母的信得 父母信得所所所發的 我們就 必須孝 必須孝 孝從父母親的旨意 所以父母親 有習氣毛病 一個 子女呢 只能夠反攻 反攻自行 自己還沒有辦法 做得更好 來 這個 完成父母親的心意 所以他要更加的努力 要更加的 精進修持 所以想到孫的故事 我們想想 在生活之中 我們是不是有很多 事業上的不順利 前途上的不順利 甚至呢 這個人事上的不順利 那這個不順利呢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扭轉 也沒有辦法去排除他 甚至呢 沒有辦法去躲避他 這個就是百孝經所講的 諸事不順 那他說諸事不順 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不孝 你不順就是不孝嘛 孝跟孫是在一起的 那麼你沒有孝了 怎麼可能會有孫呢 你對長輩不可能有孫 對這個 長官 對老闆 對上司 你就不可能有孫 甚至 員工跟員工之間 你也不可能會有孫 所以這一切呢 都是效的根本 所引發出來 效的這個信德 所發露出來的 所以諸事不順 你要反省 自己的信德 尤其在人倫裡面 你對你孝道 有沒有盡到自己的 那一份 信德 我們說信德 不是說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義務 孝道不是責任 不是義務 所以父母親養子女 從來沒有談到責任跟義務 那麼子女養父母親呢 也就不應該談到責任跟義務 那我們今天呢 在跟這個兄弟之間 爭責任跟 爭義務的 那這是因為 我們的信德被蒙蔽了 我們不孝 所以孝道 孝道 真的很難 孝道要讓他圓滿 你必須讓信德圓滿 你看你如果說兄弟吵架了 父母親就不高興 父母親就擔心了 你不孝 你怎麼可以讓父母親擔心呢 你在學校上 這個功課沒有學好 跟同學打架 讓父母親擔憂 你不孝啊 你怎麼可以讓父母親為你的事情擔憂呢 讓父母親難過致詞呢 你出了社會 在公司裡面 在團體裡面 跟人家來抗爭不下 到了什麼地方呢 都是 是是非非不斷 讓父母親非常擔憂 你也非常不孝 你在道場 沒有好好的修道 沒有好好的這個正果 大家都回天了 結果你沒有回天 你也不孝 你沒有辦法讓父母親圓滿 你沒有辦法操拔父母 所以你是 不孝 所以想想 孝道要進到圓滿 是在每一個生活細節 每一個生命的剎那 都是在吸引孝道 所以 在世間 只有聖人 才能說他孝道做到圓滿 因為他已經達到最高的標準 已經回到本來面目了 聖人 他還有一絲一好的起心動念 他沒有辦法回到本來面目 那麼 閒人的孝道的標準 還不夠 還不能夠達到圓滿 那麼 那麼在初世間 只有佛 才能講 他孝道圓滿 等覺菩薩 還有一絲 的這個無明 還沒有破 這也是孝道不圓滿 所以孝道的圓滿 就是自信的圓滿 就是我們本來面目 得一個言行 所以我們知道 孝道 是我們當下 當前 必須努力 必須呢 這個精進的功夫 好了 那我們今天 在生活上 在事業上 在種種 人情上 都遇到了障礙 想不開 你看我們現在的這個 病啊 有所謂憂鬱症 有所謂躁鬱症 精神病 特別多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些病呢 這種病呢 以前是沒有聽說過 精神病 精神病是很明顯 一下子就看出來 它是精神病 但是呢 現在的這個憂鬱症啊 是現代人的精神病 那它看不出來的 它跟一般人一樣了 但是它內在那個危險的因子 卻時時 隱伏在 每一個生活的細節裡面 每一個人世之中 它如果爆發開來 哇那很多人 要受到傷害 很多環境呢 要受到傷害 那憂鬱症怎麼來 憂鬱症就是 諸事不順 諸事不順 影響的 內在的變化 自信沒有辦法 自如的流漏 我們的習氣毛病呢 把這個自信給掩蓋住了 那麼真主人沒有辦法當家 六賊六欲 變成我們的主角 所以這個四神的作用啊 就是所謂的六賊 我們銀河建文 的那個 那個 覺知啊 都是 邪之邪見 沒有覺知 所看的都是一些 邪行 所聽的呢 都是一些邪文 真的是染而不盡 迷而不悟啊 邪而不正 這個就是我們 現代人 為什麼 諸事不順 然後呢 這個 病狀啊 一大堆 那一大堆的病呢 也沒有辦法治好 只能夠說呢 用藥物來控制 貴舊的原因是 就是不孝 沒有辦法把這個孝的 性德 把它流露出來 所以為什麼 我們今天就到 這麼樣的強調 倫理道德 強調這個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那這個原因呢 就是 我們的基本 都已經被 破壞了 人倫的根本 就已經 守不住了 那這個 根本都沒有辦法做好了 你想 你怎麼可能會在 事業上 修行上 有所成就呢 一定是諸事不順的嘛 校演生出來就是 跟兄弟 跟這些 這個 親 親族之間 喔 跟 邻里之間 社區之間 團體之間 然後大到整個 國家天下 這都是校的發端啊 所以校 你沒有辦法流露 那麼你在其他的單位 其他的這個環境 必然呢也是 處處 障礙 處處碰壁 你嘛 所以這句道理啊 真的是 要細細去思索 那我們很 很擔心 現代的人 他不曉得這種道理 那結果呢 都自從 表面 入手 表面去用功夫啊 那以為自己呢 已經 得到了根本 沒想到呢 事情卻越來越嚴重 有的人呢 他這個事業做得不好 也沒有辦法起色 那這個 旁邊幫助他的人 越來越少 那政府呢 又不太 又不可能去幫助他 那麼他 想到的辦法就是什麼 就是自殺 所以為什麼現在 自殺的事件會這麼多 火 燒炭自殺 跳樓自殺 有的是跳河的 就結束自己的生命 那麼大家都知道 自殺的果報很大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自殺造成了更多的 社會的動亂與不安 可是呢 他已經沒有辦法面對 社會這一切 已經呢 不順 不順到呢 連他自己呢 都沒有辦法承認自己 都否定自己的存在了 所以他必須用 自殺這條路 但是我們都知道自殺之後 所造成的這個果報 更嚴重 問題呢 更惡化 社會成本付出的代價會更大 那麼你為什麼不想想 你不順的原因是什麼 你把那個根本找出來 那麼根本是什麼呢 根本就是 我們的人倫定位沒有定好 人倫定位沒有定好 所以呢 你就就是 月局了 你就是 犯禮了 禮是應該這麼遵守 結果呢 你超越禮節 你違反了禮節 人倫叫你這樣做 人倫就是這個 這個道理 人 人世間的道 我常常講 這個倫理就是 我們人啦 的遊戲規則 人世間的遊戲規則 那麼整個大 大環境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整個人 人世間啊 只要是人 都必須 遵守這個規則來走 那麼你只要照著這個 規則 軌跡來走 你就會 運作順暢 就不會打擊 就不會問亂 就不會不順 結果呢 現在不是 現在呢 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 前途著想 為了自己的欲望著想 為了自己的公民利路著想 不惜呀 把別人排除 把別人踐踏 甚至呢 把別人抹殺掉 那你不曉得說 別人其實就是 內在的自己 那個生命共同體的現象 讓人體會不出來 那麼大家害別人的時候 其實就是害自己 我們常常講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國家 那麼他的信德呢 都是同一個 整個宇宙合起來 你看我們是老母的分靈 老母是那個本靈 那老母是誰呢 老母就是我們啊 老母是我們是老母的分靈 那麼我們這些分靈合起來 是不是就是那個老母呢 是不是就是那個上帝呢 是不是就是那個 那個大的生命共同體 那這個肉體 只是短暫的假 這個肉體不是真實的 我們不可以把假的變成真的 但是現在假的變成真的 這個這個 已經是成了現代 現代人 既定的認知 那誰有辦法打破呢 破明 開悟的道理 只有民事來告訴我們 只有透過民事的教導 我們才知道 原來 這個人世間的道理 是這麼樣的深 這麼樣的微妙 那所以當你在 前途不順的時候 你想想 你想想 你在倫理道德上 是不是有什麼欠缺 那麼你在 孝道上 是不是有所不足 反過頭來 你開始在你的 人倫 你的這個 社會的定位 來扎根 來立行他 來做好他 安住你的本分 把這個本費 定住了 那麼你的 圍繞著你的這個周遭環境 就會順 當你的孝 大到可以影響到整個 社會 國家的時候 那麼 這個社會國家 會因為你的孝 而得以 受到 長治久安 風調雨順 的結果 這個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 在 一個地方 有君子 在住室 有一個聖賢人 住在我們這裡 那麼這個地方呢 就不會有天災地變 就不會有各種 不順的事情 發生 他是很有道理的 你看孔老福子 他生在山東 曲富縣 那麼他的這個弟子 不是他的那個 子孫 到現在 都還沾到 孔老福子的光 這個公務人員考試 只要是孔老福子的弟子 你可以加分 甚至聯考 你可以加分 你可以加分 那所以你會 你會 你會得到更多的分數 因為政府保障你 政府為什麼會保障你 因為你的祖先 孔子 孟子 是一個聖人 是一個聖人 你看那個德性還影響到現在 你會知道說 為什麼自己 不能夠成為這樣呢 孟子裡面講 孫何人也 與何人也 有為者 亦弱勢 孫只是一個 鄉野的 蟒夫啊 鄉野之人啊 那麼孫可以為一國之君 我為什麼不能夠像孫這樣子 我還 一生可能還是一個鄉野蟒夫啊 可是孫呢 已經是成了一個 一國之君 而且是一個聖人 所以 我要學孫 我要學孔子 我要學孟子 我也想成為一個聖人 那麼我們想生活順遂 想要在 事業前途上有所成就 就是要立足 孝道 這個根基啊 所以俘虜多童孝智德 世間的福報 你所擁有的 雖然跟你的過去是很有關係 但是呢 你要持續地擁有它 你必須從孝制裡面去發掘 我們台灣的一份雜誌 天下雜誌 他的做統計 這個日本的 這些企業家 成功的企業家 那他們為什麼那麼成功呢 而且呢 能夠保有 保有這麼 長久的 這樣的優勢呢 結果 調查一發現 才知道 這些成功的企業家 每一個人都是孝子 對於父母親呢 都非常的公順 想到這樣 我們現在 台灣的企業家 雖然都沒有被統計啊 但是呢 他可以做成功的 必然也是如此 比如說王詠卿 我們知道王詠卿也是一個孝子 對父母 對他的母親呢 非常的孝順 那麼我們想到 清朝的時代 清朝 前半段 那些國 那些皇帝啊 國勢強盛啊 可以說是當時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那麼我們中國 這個 處在一個非常 強盛的狀態 我們說盛世啊 康熙 雍正 乾隆 就有一百多年 這一百多年的盛世啊 他們怎麼維持下來的 說來了 無非就是 中華文化裡面的孝道 你看康熙 康熙是由他的祖母 提拔他做皇帝的 他對於祖母的孝 那我們在 這個親史稿裡面 可以看得清楚 父母這個祖母年老了 時時刻刻想到的都是祖母 祖母過世了 哀痛與恨 只要是祖母的意見 他一定是不會違背的 那祖母當時立下的這些規矩 他絕對不會不敢去更動他 那個乾隆的時代 那個乾隆的時代 那麼對於 祖父母 對於父母 他那個孝順啊 那更是 表現得 淋漓盡致 那麼乾隆是一個非常花心的皇帝 他承襲了他父親 所留下來的這一份德政 這份天下 他處理天下呢 可以說是 悠游自得 很自在的把這個天下的治理得很好 那這是因為呢 他的這個父母 他的這個父親 雍正 他的祖父 康熙這一代 已經用了很大的心 那麼他們 的強勢 的主要的原因啊 那就是 對於父母親 對於孝道 都不敢懈怠 那到了乾隆這一代 其實也是這樣子 那麼 在乾隆 中晚年的那個時候啊 聽說呢 這個新疆的地區 禁奉了一位美女 這個美女呢 稱為回回公主 鄉鄉公主啊 那這個鄉鄉公主 不在話說了 一定是很漂亮 盛得乾隆的寵愛 你看新疆會成為中國的土地 是在清朝的時候 打下來的 建立下來的 如果說照漢族的標準 漢族不太可能 會去管道 這個新疆那邊的土地區 那滿漢融合了之後呢 中國國土擴大 那新疆也成了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在清朝的時候就已經 墊地下來 那麼 乾隆治理國家 也是呢 用孝道來考核白城 他自己呢更立行 孝道 那就是 有一次這個 人家供奉香香公主 結果呢 乾隆 荒於正式 單愛美女 每天呢 沉浸在這個酒色之中啊 君王也不早朝了 那這些這個文武百官啊 也沒有人敢去勸賤啊 這 服侍 皇帝的 的這些太監啊 被百官 的指使 叫他去 請皇上 請皇上 上早朝 結果呢 乾隆 被煩得不得了 一怒之下呢 就把這個太監啊 下令給殺了 那麼 殺了一個太監 再派一個去 照樣被殺 那文武百官嚇傻了 也沒有人敢去勸賤了啊 結果就這樣荒於正式 那這個百官裡面啊 有一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大臣 就是劉雍 劉羅郭 他知道說 清朝的皇帝 最是遵守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的這些 傳承下來的這些精神啊 這個滿族人啊 可以說學的百分之百 所以 滿族人 幾千人入關 要統治呢 數十萬 甚至呢 數百萬的中國人 他怎麼統治 只有用中華文化 來統治 那他當然要 例行中華文化 而且把它做得非常徹底 這樣呢 這個 這個皇帝呢 例行的 百官呢沒有不例行 百官例行的自然的 這些 補羅大眾 就跟著例行 所以當時的這個乾隆 我們說弘利啊 他是 對於祖先 是非常的恭敬 對於父母親呢 父親當然是雍正已經早亡了 對母親呢 也非常的 孝順 那劉羅郭呢 沒有辦法 他想到一個方法 那就是 請祖先 來叫弘利 那怎麼請呢 五更上朝 皇帝叫不醒 那去叫的人 都被殺頭了 他把這個 皇帝的祖先 皇帝那個祖先的牌位 把他請出來 請到皇宮的這個大門口 結果就在那裡大叫 愛心絕羅弘利 請聽祖訓 皇帝開始 那時候呢 這個美夢正美啊 美夢正憨啊 結果呢 劉羅郭又在大喊 愛心絕羅弘利 請聽祖訓 這個弘利 一聽到 這個請聽祖訓啊 哇馬上從這個船部這樣跳起來 就跳起來就跪在地上 大叫 愛心絕羅子孫弘利 靜聽祖訓 然後呢劉羅郭就把祖訓了 一條一條念出來 那劉羅郭呢 毫不客氣 毫不避諱地叫著皇帝的名字 而且呢叫皇帝跪在 跪在他面前 即使是跪在祖先牌位面前 然後呢 訓事 把他訓斥一番 你看清朝的皇帝啊 清朝的這些祖先啊 他們為了統治中原 他們學習中華文化 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呢 那個標準非常的嚴苛 對於這個 這個阿哥啊 皇太子啊 他們那個要求啊 真的是非常的嚴厲 那到了 真的長皇位了 那更是呢 不得了 更是嚴格啊 所以就有為什麼 後來的孫智皇帝 他要出家當和尚 為什麼 他不自由 他想要超越這個 世間的束縛 禮教的束縛 所以他出家做了皇帝 不要做皇帝了 出家了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劉羅郭這一幕 表演在皇帝這個乾隆的身上 才知道說 這個祖訓啊 對於他們清朝的皇帝啊 是至高無上的 可以說我們說現在的憲法 憲法還有沒有 還不能夠讓人有這麼恭敬的精神 可是呢 一聽到祖訓了 連皇帝都要下跪 所以呢 乾隆 他還保有 這個 國家鼎盛的狀態 這些福祿呢 就印了 百孝軍這一句話 福祿皆由孝智德 乾隆座位 坐的時間 其實可以 坐得比 康熙還要久 康熙是中國皇帝 座位最久 61年 那麼乾隆呢 他說他不敢超過他的祖先 所以呢 在 在位六十年 的時候呢 他就準備 要上位了 上位我們知道 上位 就是上位 給那個家庭 給那個家庭 但是呢 他上位之後 人還在呀 人還在 他還做了三年的太上皇 所以其實他掌 掌這個皇權 掌管天下的大權 做了63年 乾隆的福祿 之大 他那個福報之大 是所有的 歷來的皇帝之中 最大的 當時的物資啊 當時的這種 整個國家的 盛況啊 都達到了最頂峰 所以乾隆這個福報 是怎麼來的 其實是他累積的善根福德 也是他 這個祖先啊 所遺留下來的 這個孝治的精神 所以 我們世間人 要想求有福報 你要怎麼求 你要從內在裡面去求 從家庭裡面去求 先從這裡求起 父母就是兩尊佛 你不去求這兩尊佛 你要去求誰 你看這兩尊佛 給你吃給你住 給你照顧 無怨無悔 外面的佛 廟裡的佛 他可以給你這樣嗎 那個是死的佛啊 真正的活的佛 在家裡啊 這兩尊父母是最大的活佛 我們不拜這兩尊佛佛 不敬奉這兩尊佛佛 那麼我們要敬重誰啊 所以 現代人的思想觀念 完全都搞錯了 不斷的向外追逐追求的都是假象 都是虛幻 那所以說我們說修行 一定要去廟裡 一定要去道場 這是很大的錯誤 道場 道場在哪裡 道場是有自信Follow的地方 我們的信裡Follow在哪裡 在家庭 家庭的根本就是從孝道開始 家庭的根本就是從孝道開始 你就是把孝道好好的力行 好好的實踐出來 那裡就是道場 那裡就是道場 我們上次說 家中 有這個神明廳 神明廳就是我們每天禮拜的地方 父母金就是我們供養 人生 有父母親在的人 那是一個 很大的福報 我們之前講到 父母就好像兩尊活佛 在庇佑的我們 那麼如果活佛 不在了 我們自然又受到 各種環境的考驗與打擊 那年輕的時候不懂事 沒有人教 所以呢 不知道了 敬親 愛親 不知道尊親 那麼 那麼不知道尊親 那麼不知道尊親 這兩尊活佛啊 還是照樣庇佑你 還是一樣 無為不自的照顧你 那這個是呢 我們累世的福報 能夠得到 活佛的照顧 所以活佛 不在外面 佛佛就在我們的家中 那麼年輕的時候 既然已經失去了 長大之後 就更應該 體肢這樣的道理 那麼大部分的人 到了出社會之後 還是不知道 如何能夠孝親 怎麼樣孝親 怎麼樣孝親 甚至說要不要孝親 那麼父母親不在了 想要孝親 已經沒有機會了 想要再掌握那個福報 福報已經沒有了 所以 所以 我們中國人講 村宣並茂 那麼村就是指 這個 村樹 我們說鄉村 那宣呢 是一種 花 那麼這兩種 服務 代表著 母 所以村宣並茂 欠人家的 那麼 人家現在要來還 要來討債 理所當然 你就要還 在母親權的狀態之下 長大 成人 那這個人呢 在整個 教育體制來講 是個非常健全的人 他的身心呢 是一個 受到 受到完全照顧的人 那這樣的人呢 是相當不容易 那受到父母親的照顧 那受到父母親的照顧 他的身心健全 那麼長大之後 在社會 他所付出的 為社會能夠貢獻的這一切 就是一個健全的力量 所以 所以古時候為什麼 很多婚商期 喜慶 這種活動 如果要找超職的人 找那個主席 一定是要找雙 雙親健全的人 喔 這個是 古時候的人也知道 那只有在雙親的健全的狀態之下 你長大成人 那麼你的言行 你的思想 你的言語造作 都是一個健全的狀態 那麼在這樣重要的典禮上啊 就是需要這樣的人 來主持啊 所以 在三世英果經 他講到 雙親健全為何音 為什麼有的人可以得到父母親 這種完整的照顧 以及拉拔 他說呢 前世敬重孤獨人 前輩子重的陰呢 他就是敬重 這些孤獨的老人 所謂關寡孤獨 無依無靠的這些人 他敬重他們 甚至安養他們 所以為什麼 古時候人講 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幼無幼以及人之用 那麼寒老前人 要設立這個養老院 設立孤兒院 也都是體察這樣的道理 一個無依無靠的老人 他生存在這個世間 那他已經 年老體弱 要靠誰照顧呢 那只有靠 社會福利政策 來照顧他 但是以前 在社會福利政策 沒有那麼樣完整的狀態之下 這些人怎麼辦呢 真的只有自求多福啊 那如果說他們自己 也沒有那個福報 來自求多福的時候 那只有呢 克死異鄉 甚至呢 死在篝貨裡面 沒有人 替他料理後事 這個都是人生 很大的遺憾 那麼 我們知道 現在的你 不管是 貧窮 不管是富貴 你都還有父母親雙在 那麼你就要趕快行下 趁著這個活佛 在的時候 趕快侍奉活佛 供養活佛 那麼你的功德呢 真的是 浩瀚 無邊 我們不要讓人生有憾事 只有趁 父母親健在的時候 父母親健在的時候來 靜孝 那才是真正的孝 所謂生前靜孝 方為孝 死後靜孝 獨往然 死後 在想要在他的墳前 供上再好的東西 把他的 墳墓 造得多麼樣的完善 多麼樣的漂亮 這個都是枉然 這是做給人看 對父母親也沒有直接的利益 那所以 台灣話有一句話在講 在生一條 生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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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的時候 即使用一粒豆 來奉養 誠心敬意 孝順 來供養 父母親 都還 超過 死後 你用這個大魚大肉來供養他 所以 孝親呢 是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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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在孝 不是行為在孝 孝在養 不在行為在養 那個孝是重點 那麼我們知道 孝的孝 是出自以義的成 意念的真誠 那是 自信的 Follow 所以自信Follow在這個新的動作上 那就是新的孝 所以說 孝在 心孝 不在孟 那麼 那麼心 能夠 發出真正的至善的心 用佛 活佛的心態 來奉養 兩位老人家 那這是 真正的功德 所以這樣的功德 讓自己 在 人世間 在做人處事上 獲得很好的回響 很大的回響 所以 倫理裡面講 養父母 是養父母的心 不是 口底之養 至於全馬 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狗跟馬 你還不是照樣在養 這些 寵物 我們人都在養 可是對於父母呢 你用三餐 來供養他 這是不夠的 你用這些外在的 的東西呢 來給他 這樣是不夠的 因為這裡面呢 要加入了那個 靜的心 靜就是我們說的孝順 孝順的心 要放進去 要放進去 這樣呢 才真正的用心在笑 不是口體之樣而已 如果只是口體之樣 那你跟養這些寵物 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父母親不是寵物 父母親是我們一體的 我們從父母親的身上 生出來 我們是父母親的延續 所以用心孝 心孝是 父母親 的心 來體察他的心 體察他的念 那這樣的一個體察的心 你才能夠體恤到 所有的人 所有的萬物 乃及了 整個天下眾生 所以那個根本 是核心中的核心 那麼我們不要讓自己有遺憾 就是趁現在趕快行孝 那麼講的道理 跟聽的道理 其實那都是表象 包括我現在講的 也只是表象 如果不能夠盡孝 那麼這些話呢 獨如是往人 那麼你不能盡孝 你也不能夠在生活上 得到任何的 福報 那甚至整個大環境 整個天災地變 現在 地球 溫室現象 氣候暖化 那科學家呢 找不到方法 可以對峙 今天看到用那個帆布 用那個特殊的布 蓋在那個冰上 喔 阻止 阻止了一些冰融化 但是呢 整個雪山啊 你哪裡蓋得了呢 那氣候為什麼會暖化呢 我們必須要了解 大自然的現象 都是印著人心顯的 所以我們 想要求得太平年 想要求得 五穀風燈 就是要 每一個人回歸孝道 你看我們 這些西洋人 尤其是美國 是很 很明顯的例子 小孩子的天堂 中年人的舞台 老年人的墳場 所以老年人 到了美國 被人家丟棄在一邊 兒女不養他 兒女也不管 只好呢 政府來養 那麼 在美國這樣的一個文化 他是屬於 斷層的 他沒有辦法延續他的文化 那麼這樣的一個國家 他也不能夠長治久安 那麼中國人就不一樣了 中國人的思想 那就是要 孝順父母 尊敬 師長 這個就是我們的觀念 那你會說 中國人 中華民族 也是有各種災難啊 是有各種災難 那麼這個因為 我們現代的人 也已經不重視孝道了 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之下 我們也失去了這個孝道 本來這個孝道 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然後我們自然就會做的一個動作 那麼現在需要人家去呼籲 現在需要人家去推動 去弘揚他 這個呢 已經是孝道失落的現象了 所以我們說孝道 所以我們說孝道 本來就是 自信的發端 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必須去發揚孝道 其實這個是 很大的錯誤 可是呢 面對世間的現象 你又不得不如此 那所以 儒家提倡孝道 我們今天 修行的課題 恢復儒家的思想 就是要恢復孝道 所以想要得到太平年 想要呢 五穀風燈 你必須 問自己 孝道行得如何 我們中國人有拜祖先的觀念 你對於那個聖宗追遠的 的心態是怎麼樣 你要反省 當你自己 受到生活的挫敗 事業的打擊 種種不順的時候 要反省自己 你還有力量 來幫助別人 幫助這些 社會大眾 你還有機會呢 可以去救災 那麼這個表示呢 你已經可以自處 可以自立 那麼你的德 可以擴及到別人 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把孝道 把它推展出去了 把它弘揚出去了 那麼你的德越大 你所影響的範圍就越大 那麼這個大的範圍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國家呢 就減少天在地邊 這個國家呢 也不會呢 受到 氣候暖化的影響 所以我們講 氣候暖化是全球的現象 怎麼可能有國家 可以排除在外呢 這個是絕對有可能 因為我們知道 共業之中 還有不共業 共業之中有別業 所以當一個災難來 不是全部都死 有的人呢 可以 逃過一節 那麼這個逃過一節 那麼這個逃過一節的人呢 我們就說 他是一個 共業之中的不共業 那他可能呢 在這個 倫理鋼場上 他守得很好 在做人處事上 他做得很好 在孝道的 落實上 他真正的盡心盡力 人生沒有遺憾 我們看到現在社會 離婚率特別高 那麼 現在電視在演的 也都是這樣的情節 也只有這樣的情節呢 才能夠引發 社會人性的共鳴 結果大家呢 有樣看樣 好像離婚已經 從了家常變飯 單親家庭 這些小孩 本來就是 很自然的 就會有 就會呈現了 殊不知 一個家庭 離婚啊 他要背負著很大的社會責任 這個社會責任呢 佛家講因果 但是儒家呢 不強調這個 儒家講 你的責任跟義務 那麼這個社會責任 你把他破壞掉了 你把他放肆掉了 結果呢 讓人 對於這種現象 已經習以為常 已經習以為常 那麼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錯了 那就對了 這是一件很大的錯誤 雖然大家都錯了 就認為對了 可是呢 整個社會的責任 社會的義務 他是 有一個秩序的 在因果上呢 是有一個定理的 因果不會放過你 你還是要遭受到 這些不順 這些障礙的阻難 那因果是誰定的呢 責任是誰給的呢 都不是誰給的 那是一種 人類 的一種 後天的法則 我們曾經講 這個就是 人類的遊戲規則 你在人類 的 的這種 環境之中 你要生存 你成為人 你要立處在這個世間 你就要遵守這些規則 我們說入境隨俗啊 入境都要隨俗了 那你成為人 難道不要做人的 行為嗎 那人的行為是什麼 就是三綱五常 就是五輪八德 那這些本來是 人類的行為 現在呢 變成一種修行的方法 還要特別去強調 特別去呼籲它 那面對於現在的這個 時期啊 你沒關係啊 你修行 這個倫理道德 成為一種修行 那也無妨 只要你能夠落實 只要你能夠真正的做到 讓每個社會人 人士 通通能夠回歸到這個基本面 人類的基本面 那就是 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啊 回歸到這個基本面 大家呢 安分守己 安住那個本分 來做 自己該做的事情 那所以 人生的遺憾 就是父母親 不在了 我們沒有辦法進孝道 那麼父母親不在了 我們可以 從每一個眾生上 得到 那一份 那種自信的關懷 所以你的心量 必須更擴大 把對於父母的孝 把它轉移到 其他的德目上 譬如說敬 譬如說 這個廉 譬如說忠 譬如說義 其他的德目上 這些德目上呢 都是孝道的延伸 所以重點呢 還是 希望呢 能夠在父母在的時候 就 就進孝道 這個呢 是現在人 很缺乏 而且呢 沒有這方面的認知 我們不斷的 要極力來呼籲 這個孝道 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的這個讀金班 兒童的教學 都在強調 要恢復 這個倫理制度 對於小朋友 不斷地來教育他們 這些觀念 所以現在對於 小朋友的教育 家長啊 父母親這方面 可以說是不遺於利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好現象 只是說呢 好像有一點 來不及了 來不及的原因是因為 小朋友 長大之後 那麼他們 有辦法 把這個孝道 實踐出來 他們有辦法 把這個 子餘自善的這一面 做到嗎 那這還不是前提 前提是 他們有辦法 漲到 可以 來行銷到 那個時候嗎 這個不是 我們要知道 現在氣候 集團的變化 災節特別多 我們期待這些小孩子 交給他 這些倫理 鋼廠的道理 但是呢 現在正是主角 所謂社會的主人翁啊 那就是父母 就是大人這一邊啊 可是大人這一邊呢 很少人教 因為大人也教不動了 沒有辦法調教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 大人也可以教 那只是呢 大人教要有大人教的方法 孔子為什麼要周遊列國 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要到處講經說法 那孔老夫子所面對的 釋迦牟尼佛所面對的 主要都是大人 他所想想要 幫助他們改變 觀念的也是大人 大人才是主角 所以現在我們也是 面對大人 期望呢 這些大人呢 能夠明理 明理是最重要的 所以教育 教育不是放在小孩子 教育呢是放在大人 大人透過教化 那麼他們懂得這個道理 小孩子 額辱目染 自然就會 有所變化 那麼小孩子你每天教他倫理道德 結果呢回去看到大人 都不守倫理也不守道德 你說小孩子怎麼可能教得成功 所以現在的兒童讀經 教育上呢用更多的心血跟力量 那麼我們想 在道場之中 有很多 默默在耕耘的人 他們期望呢 能夠 透過聖人的教育 把這個聖人的教育 民事的教化 把它落實到人世間 那所以我們 透過道之中止 來宣揚古德的教化 把這個孝道 把這個倫理 真正的推動到 生活的層面 在 生活上的每一個環節 那所以為什麼要重視孝道 那就是 這個是推動的力量 那是 這個力量的核心 如果這個核心不啟動了 那麼你其他都沒有用 不可能說一個人他是 不孝的人 結果他在社會上 可以做到綜藝 可以做到和平 這是不可能 所以和平要從哪裡找 和平在家庭裡面找 從家庭裡面建立起 那所以 整個聖人教化的推動 我們必須讓他回歸到家庭 讓每一個人都知道 真正 扭轉世界的力量 在家庭 在夫妻雙方面 那夫妻是 如果是 夫妻是一體的 那麼就是 夫妻這個主體 是主要的力量 所以夫妻離婚這件事情啊 造成這個主要力量 已經失散了 你看古時候結婚 為什麼要這麼隆重 造了造了好多的這個親朋好友 來參加 而且呢要規劃很久 所以古時候的人不親意離婚啊 因為離婚了 你看 很多親朋好友 來為你們見證了這件事情 一下子就破滅了 古時候的人也有羞恥心 古時候的人有這個正知正見 那這個 讓人家看笑話那還是其次 重點是 你對於整個社會的這個責任 已經失去了 責任跟義務沒有了 結果呢 造成整個社會 都跟你一樣 大家也來離婚 一言不合大家就離婚 那現在社會的現象就是這樣子 一言不合就離婚 夫妻雙方那個磨合期 都還沒有度過 就離婚了 如果大家能夠退一步想 大家呢能夠呢 忍住那一死之分 夫妻雙方 就可以呢 白頭偕老 但是這一死之分呢 是現代人 的一種現象 隨時都有一死之分 發生在 我們生活周遭 那一死之分 那一死之分是沒有理智的 是隨這個性情 我們的習性所發的 這個習性一發出來啊 你本來累積的這些 這些 功德啊 都被毀掉了 本來有的這些自善的這一面啊 通通被掩蓋掉了 所以為什麼氣候會暖化 氣候會暖化 就是整個人心呢 憤怒太多 火氣太大 怨怒太多 所以整個天空的磁場 就是一種 處在一種火熱的狀態 那所以 這個佛教教人 念佛 來降低這 自己的磁場 來幫助呢 整個社會上平靜下來 其實想一想 這也是治標 不是治本的方法 為什麼是治標的方法呢 因為呢 他只是改變 降低 降服 自己的意識之分 那麼回歸基本面的這個制度 基本面的這個責任 責任與義務 他還是沒有盡到 念佛人 在家不要孝順父母嗎 那麼他們出家了 父母不管了 兒女也不管了 或者只是一個 短暫的 這個管理 那這樣呢 孝道根本就沒落實 孝道哪有辦法 說你來一下就 成就你的孝道了 父母親打一個電話 假日來看一下父母 這個是孝道 不可能 孝道是二六十宗 是分分秒秒 你都必須呢 流露出來 所以 孝子 他所想念的 所擔心的 都是父母的 生活的一切 時時念念的都是父母 那麼他時時念念的都是佛 所以念佛 就是念這個 阿彌陀佛是自信佛陀 自信佛陀 也是要教 就是教我們孝道 就是教我們敬父母 所以敬禦三佛第一段 為什麼就是講孝親尊師 孝親是第一要素 孝親比尊師還要重要 其實這兩種是同樣重要 但是呢 如果說 用基本來講 孝親呢 是更 更是基本 更是根本 沒有說 可以尊師的人 然後呢 他是不孝順的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講 人間無不忠孝順 天上無無功德神 這些聖人 賢人君子 他們一定是建築在 這個孝道的基礎上 才可以成就 不管是心性上的 不管是在 繁業上的成就 通通都是建立在孝道 那天上無無功德神 就是 要回天 還是往生極樂世界的人 沒有一個是沒有功德的 都是有功德 有功德你才可以回天啊 那我們要講 功德是什麼 功德 六祖會有講的最貼切 見信是功 平等是德 見信才有功啊 你沒有見信沒有功 見信是什麼 見信就是效仰父母 就是奉仕師長 落實效仰道 這個就是見信 真正的能夠落實效仰了 你其他的德目 你才可以 一意的去聚主 那所以見信 是在從這裡見 見信不是參展打坐 不是這個念經念佛 那平等是德 平等是從見信 所流露出來的德性 也只有見信了 也只有見信了才可以 看到真正的平等 那一份真正的平等 就是 我們的生命共同體 是一體的 所以我 我跟父母親 是一體的 我這個肉身是從父母親來的 父親母血所產生的 所以沒有父母親就沒有我 那麼我孝順父母 就是回歸到 那個自信本體 那麼別人也是 那個自信本體 別人也是從父母親 生出來的 那麼父母親 別人的父母親 跟自己的父母親 這樣交叉在一起 累積不斷的輪迴 我們也看到 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我的父母親 那所以每一個人 我都要 去孝順他 去尊敬他 那這個是 更超越的 超越世間的一個孝道 所以這個 這個修行人 尤其是 這個 念佛 參禪 這些佛教的修行人 他們 他們也要在孝道的基礎上 建立功夫啊 那他們念佛 才能夠得利 作禪 才能夠有 定功啊 那麼所以我們 儒家 他講定功 講這個修行的功夫 就建立在孝道上 你在孝道上好好的 紮根 那麼這個就是 界定會的功夫啊 孝道裡面得定了 你就自然 開智慧了 開智慧了 你就有辦法 面對世間 的各種 的各種問題啊 所以 百孝金曾經講 孝子治國 萬民安啊 那麼一個孝子 他來治理一個地方 他已經 一定是可以升任 成為一個國軍呢 更是呢 影響更多的人 所有的百姓 都是在這種孝治 的一個 教化之下 那麼這個國家呢 必然是長治久安的 我們看周朝 的開國君主 周文王 他本身就是一個孝子 他本身就是一個孝子 周朝的一家呢 就出現了三個聖人 喔 誕生的三個聖人 這可以說是 相當 可貴 那他們呢 這些聖人是怎麼樣培養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 他們的父母 能夠懂得 身體力行 所以他們的父母 本身就是一個孝子 喔 媳婦本身就是一個孝父 孝子 孝子口裡有孝語 孝父面上帶孝顏 那所以教化出來的兒子 當然也就是孝子 所謂點點滴滴看眼前 你今天 你沒有做好孝道 沒有做到孝道 結果你去教化小孩子 給他最好的教育 給他呢 最圓滿的 的這種教學 結果呢 你沒有辦法做到 你還是沒有辦法教好你的小孩子 你沒有辦法 以身作折的來教化他 所教化出來的小孩子 充其量只能夠做表面功夫給你看 骨子裡一點都沒有 因為你自己就不是了 小孩子為什麼會聽你的呢 所以 我們講到 這個周文王 那周文王在治理國家 他把這個 他的子民 當作就是一個 一個兒女一樣 這樣來對待 非常有道德的一個君王 一個 在路上看到 無敏的史詩啊 馬上命人去 好好地安葬他 那這個人家跟他講這個是無主的孤魂啊 為什麼一個國王之尊還要 還要理這種孤魂呢 周文王就說 誰說他是無主孤魂 他在我們周朝的土地 我就是他的主啊 我就是他的主啊 那怎麼會是無主呢 那所以呢 在別人看來 這些大臣看來 這只是為不足道的小事啊 但是呢 周文王 把他看作是 好像自己的子女一樣 子女一樣 這麼樣的重視啊 所以百姓沒有不敢他的德 百姓自然而然 就守倫理 守這個鋼場 那周文王 這樣的德制呢 他也是有叫化來的 周文王的母親 泰刃 在史記上 就有記載 他說呢 泰刃有刃 目不視二色 耳不聽吟聲 口不出諱言 食不盡意味 所以周文王的母親啊 當時就有這種智慧 懷了這個孩子啊 你就不能夠隨便亂聽 隨便亂看 嘴巴也不能夠講出那些 慧言 污秽的話 那個 三餐的不能夠吃進 這個不乾淨 這個不乾淨的東西 那什麼是不乾淨的東西呢 這個可能有很多定義 但是只要是 喔 這個 不是正常都來的 那就 他就不會吃 所以周文王的母親 當時就懂得胎教了 一言一行 都要呢 盡守好本分 那兒子在他的母體裡面 自然而然呢 會受到那種 感召的力量 周文王出生的時候 這個太任 給他最好的教育 給他最大的母愛 那所以周文王 成了聖人 當時 他在這個 周王的 領導之下 董事 餵水流逸一代 這個周 周土土地啊 那就已經非常有德性了 大家呢 都去依賴他 都想要進入他的國度 成為他的殖民 那周文王 娶了一個太太 稱為泰士 泰士呢 學習 這個太任的道理 做媳婦的道理 也 重視胎教 把這個 倫理道德 把它做好 這樣呢 才能夠交好子女 所以周文王 又生了一個兒子 也成了聖人 那就是周武王 還有呢 周公 所以他們 這一家人 就出了三個聖人 都是因為 母親的教化 當然父親的教化 那是 吳偉的教化 父親就是皇帝了 那他的 所作所為 都影響到兒子 那所以 這個周 周文王的 母親 泰任 周文王的太太 就叫泰士 都是聖人的母親 我們稱為聖母 那所以 我們中國話 成為妻子 就是太太 太太是怎麼來的 就是 紀念 周文王的母親 周文王的妻子 希望呢 所有做媳婦的人 都能夠 效法 周文王的母親 跟媳婦 有這個 負德 啊 那所以 這個母親的力量 媳婦的力量 在家庭之中啊 可以說 他的力量 比 父親的力量 影響更大 他對於這個 子女的教化 這個力量 深遠 更加強大 影響的 也更 更加持久 那所以如果 媳婦沒有守媳婦之道 以前講三重四的 現在也要講三重四的 沒有說 現在媳婦就不講三重四的 那現在的媳婦就是因為不講三重四的 所以整個天下大亂 社會溫亂 人民問亂 亂在哪裡 家庭亂 富人不守三重四的 男的不守三 剛五常 所以呢 整個次序大亂 人倫脫序 一件的 邪之邪見 一件的 邪言邪語 通通出現 真的是末法時期 那所以 從周文王 他這個 這個視線 我們可以知道 母親 他在整個 兒女的教育上 佔了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 天下的女人 維繫著整個天下 長治久安 一半以上的力量 所以整個國家 新勝 那不是單單靠皇帝 靠這些大臣 重要的那隻隱形 隱形的力量 在家庭裡面的婦女 這個道理 我們深深去剖析 才發覺真的是如此 如果沒有 富人這個力量的教化 那麼小孩子 就不會有成就 小孩子 不會有成就在社會上 沒有出息 受盡各種欺凌跟侮辱 那他就 憤恨不平了 就開始 胡作非為 所以我們 現在青少年犯罪率就升高 那青少年犯罪率升高 直接的關係就是因為 夫妻的離婚 因為父親也不交 母親也不交 夫妻雙方 大家都不合了 你兒子女兒 所交出來了 怎麼可能會是一個合的狀態呢 不可能嘛 那所以 解救 世界和平 解救世界的動亂 就是要大家回復到 本來的這個次序 就是三綱五常 就是五輪八德 所以說這個正不重要 我們看到聯合國 他在呼籲世界和平 每年都請這些學者專家 定期的開會討論 那甚至呢 有 跟 一些大學合作 希望呢 希望呢 能夠研究 一道世界和平的一個準則出來 結果 結果開會開了三十多年 到現在 世界也沒有和平 而且世間呢 更加的動亂 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 那麽 這些學者專家 他們研究出來的世界和平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為什麼拍不上用場呢 其實啊 我們好好的思索 就知道 那就是用錯功夫了 世界和平 他的重點 如果沒有放在家庭 那麼他的功夫就是用錯了 把家庭的道理做好 為人子女的本分盡好 那麼這個就是世界和平 人心安定 的一個主要的力量 所以我們修行 現在呢 是在家出家 在家出家 就是把在家的道理 把它做好 出家呢 就是保持的那一份 不被污染 不被迷惑 不被呢 這個邪之邪見 所引誘的心 這個是在家出家 那麼我們把 家庭倫理 把它做好 把三缸五常 五輪八德 把它做好 然後呢 影響到 這個 社區 鄰居 影響到 整個社會 國家 再去改變世界 喔 進入這個和平 大同 這個一個人的力量是沒有辦法 所謂天下逆源自已到 我們必須透過 聖人的教化 來推動 這些 三缸五常的落實 那麼現在呢 男女 雙方 一言不合就離婚 那女 女生呢 想 急著想要跑出廚房 擺脫了這個 家庭的束縛 擺脫了這個 長久以來 所謂的封建的思想 所以造成現在呢 天下大亂的原因 所以 婦女的出走 也維繫著整個世界和平 也代表著整個世界和平 的崩落 一個主要的 元凶 那怎麼樣 把男的 男女的定位分析出來 你婦女 婦女要出去工作 那沒關係 那至少你有個父親在家裡面 你好好的把這個家庭的資訊弄 父母親 有人孝順 兒女有人教導 你父親要承起這個責任 那婦女要出去賺錢好了 他去賺錢 這樣勉強還可以維繫 一個家 家庭倫理制度 但是這個事情呢 幾乎不太可行 某部分的家庭可以 絕對不可能 施行到整個家庭 也無法要求到整個家庭 因為男的本來就是主外 男就是代表羊 羊就是外 女就是代表嬰 嬰就是主內 這是一個 天性的作用 天性如此 結果呢 你現在呢 女的要變成男的 女的要主外 男的要主內 那這樣呢 違反天性 陰陽顛倒 陰陽顛倒 當然了 就沒有辦法再運作下去 那所以這些事情呢 要透過 教育的力量 透過聖人的教話 透過民事的這個 指授啊 我們讓每一個人知道 你修行的重點 就放在 人道上 不要再去搞那些有的沒有的 搞那些這個跟 鬼神慧靈啊 這個 餐廠打坐啦 運周天啦 吹符念咒啦 搞這些有的沒有的 這個都是呢 知為莫節 真正見性的功夫 就是 行此 三綱五常我倫巴德 這個是合乎人類自然的生活 沒有 比這個 恢復人類自然的生活還要重要的 要拯救末世 就是要從 家庭裡面入手 這個是我們今天 講到校父母 我們必須知道的道理 那麼 一貫道的修行人 他是在家人 他本身就要有這個認知 了解到 我的責任是非常重要 每一個人的責任是非常重要 他的重要是在於他的定位上 有沒有把他的本分做好 你父親的角色 你為人這個 成屬 為人老闆為人員工的角色 為人朋友 為人 這個子女 為人朋友 喔 這些角色呢 你唯有 你有沒有把他 定位好 有沒有把他做好 做到一個標準 那麼你把他這個做到一個標準 儒家 說這樣的人 我就是君子 就是聖賢 做到圓滿是聖人 還差一點點就是賢人 那君子呢 是得到世間人的認同 當然我們講到君子 還要講到他的內心 他這個 誠意正心的功夫啊 這個以後我們再談 我們先講這個人倫制度 人倫制度 一切都 都歸位了 都正常了 那社會才有可能安定 天下才有可能太平 天下才有可能太平 才有可能這個國泰民安 才有可能風調與順 每一個人 在這個 世間生活 才有他的 一個可能性嘛 一個可能性嘛 也就是說你的福祿 你想要追求的 這些世間的 這些依報啊 才會跟著來 所以是善的循環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每一個人做好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回天 我們來到人世間 只是呢 來治理一下 治理完了 使命交代了 就可以回去了 回歸到我們本來面目 所以回歸到本來面目 不需要 不需要去 念佛念經 不需要談善法座 吹復念咒 不需要這些功法 真正的功法 真正的功夫 就是你好好的進孝道 進你的本分 所以儒家這個功夫 是不是在我們現在 是最為迫切 最為需要的 真正有志之士啊 其他各家各派的修行人啊 都了解到 這個道理 所以 他們也在推 這個儒家的教話 三字經 三字經 弟子規 佛 佛家的 的這些團體啊 也是不餘餘力在推動 那這個是有志之士啊 這個 覺知這種道理的人啊 大家好 道之中子 還是繼續講道 孝父母 我們說孝道 可以經由立法的程序 來 嚴格要求人民遵守嗎 那麼 聽說大陸當局那邊 已經有這樣的法律 要求人民的孝順父母 那如果父母沒有 被安置被安養的話 那麼這個子女呢 是有罪的 而是要受罰了 公務人員 如果能夠孝順父母 那麼他的烤雞呢 就會是優等 甚至呢 有拔拔的機會 在台灣 也有聽說過 孝道要立法的事情 那學者專家的 議論紛紛 好像 這個消息 也不了了之 那麼孝道立法 這個事件啊 不禁讓人聯想到 老子曾經在《道德經》 他講過了 這一段話 他說了 道思而後得 思就是思去的思 道思去了 然後就變成得 得思而後人 人思而後意 意思而後理 那理思呢 理思就訴諸武力 訴諸戰爭 呢 那麼道體 是 本來就有的 喔 本質具足的 那麼本質具足的道體 今天 在 我們的人身上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了 所以呢 必須透過法律的途徑 來讓人們自覺 這是他的責任 責任跟義務 那老子說 道思而後得 德就是德行 那道 道體沒有了 所以呢 表現出來了 就是德行 那他這裡所講的德行 其實就是在講儒家所講的 儒家呢 這個 提倡孝道 喔 標榜仁義的精神 喔 強調呢 恢復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這個是德 那麼如果能夠照 儒家的說法來做 那這個世界 還是可以達到 大同 還是可以達到呢 恢復 本性之自然 甚至呢 恢復到原來的那個 原有的道體 那所以呢 其實 孔子跟老子 講的都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那只是呢 老子 他從 高空上 更高的角度 三度空間 或者是說 更高一點的空間 來看整個世界 那孔子呢 孔子就是坐在平地上 來看世界 那當然了 這樣看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雖然儒家也有講到道 但是儒家的道 就是透過後天的修行 然後呢 返回先天 那孔子說 老子說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人本來就有先天 這個道體 你為什麼要極力去弘揚孝道 極力去揮詠孝道 這些事情呢 是 本來 人就是應該做的 人意道德 孝地中心 這個呢 哪需要去恢復呢 哪需要去強調呢 這是人本來的行為 所以老子講強調了這個恢復自然 自然呢就是 我們說的 這個 人類的秩序 那所以這樣的角度不同 變成了 好像呢 老子的思想是比較高超的 孔子的思想是比較平實的 其實呢 他們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只是從不同的角度 來切入 希望呢 能夠 讓大家透過這個切入點 來依循 那麼在孔子那個時代 就已經是強調孝道 強調呢 這個仁義理智 這些倫理道德 那可見呢 那可見呢 2000多年前呢 人心就已經沒有 沒有那個老子所講的那個先天的具組的到底 那麼到了現在 加上科學的心理之後 人心跟2000多年前的人心相比 那是更加的 污著不堪啊 那所以 他又說德思而後仁 這個德呢 也失掉了 所以透過仁 透過呢 這個 這個世間的 慈善 透過人與人的關係 然後呢 透過內心的 那一份 同體之心啊 孟子所講的 是非之心 羞惡之心 這些 透過這些心呢 來讓自己 恢復到人 的境界 那人失掉了 他又說 人失而後意 那麼意呢 就是 人與人相處的道理 就是一個做人做事的標準 那人失去了 人是一種內在的 內在 關係的互動 人跟人那一種 那一種 生命的 這個息息相通的 那一份感知啊 所以我們會 會對於 這個弱者 對於貧困的人 是以幫助 但是呢如果說 連這樣的心都沒有了 那就要靠義 義呢就是 你做人 一個 做人的這個 標準啊 你就是要 幫助別人 那麼你有困難的時候 人家才會幫助你 那在做事情也是一樣 就要做 達到這種做事的標準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義也失去了 義也失去了呢 就透過理 理就是我們所說的規矩 透過這些規矩 透過這些規矩 透過這些戒律啊 來讓自己 達到 人應該做的 一個標準 或者是人的 應該有的 言行 那如果 那如果連你都失去了呢 你都失去了 就是走上街頭 喔 就是 抗爭 謾罵 就是不斷的要求 那我們看到現在 整個 社會 整個 國 這個世界的 每一個國家 他們有什麼不滿 就是這樣子做 就是走上街頭 那就是呢 要求政府 情緒的高張 是 這個就是 理事而後 武啊 武力的武啊 這訴諸武力 所以 今天講到 孝道 可以立法嗎 那麼孝道 是本性的流露 本性的流露 現在淪落到 要透過法律的途徑 來要求人民 那麼做到的標準又是什麼 那他如果沒有 沒有做到 又 能夠怎麼樣 那是不是 透過 做到 這個法的要求 我就可以達到什麼樣的利益 那所以這之間呢 很多人 人世間 人與人之間那種 情理法的糾葛 有了 那是 綿密繁雜 那你說 要求一個子女 孝順他的父母 你用立法來規定他 如果說 今天這個父母有錢 當然會做到了 這個表面的縫贏 那父母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錢啊 就把他丟棄在一邊 那麼 表面上的 奉羊 內心呢 一點恭敬心也沒有 那為了自己的不犯法 所以只好這麼做 那麼這樣 被 孝順的這個老人家 他的內心做和感受 他需要這樣的孝道嗎 那所以 孝道立法 在這個情理法上 事實上 在中國人 這樣的民主意識 這樣的一個 社會狀態啊 事實上是 還沒有達到 那樣的惡劣 那 我們 千百年來 受到聖人的教會 已經 生根意識 意識到 人 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 行為 必須做出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就是孝道 的言行 所以現在 對於任何一個中國人 沒有人敢抗拒孝道 那處事會有效力大 每一個人都知道孝的重要性 每一個人都知道要遵守孝道 但是呢 做與不做了 就變成了 個人的 這個認知 與修為 那所以 有一個 看到一個老太太 他跟他的先生 老年啊 還有一筆龐大的財場 那所以他們老年的時候呢 過得還不錯 他的子女 因為知道父母金 還有一筆龐大的財產 所以呢 都定時 能夠來 看顧老人 結果呢 這個老太太的先生 先走了 那麼錢的來源 主要都是先生所積斬的 那先生走了 老先生走了 結果呢 結果呢 也沒有交代遺產 遺產的問題沒有交代 那 可能呢 走得很 很 衝促啊 走得衝促啊 世間也沒有想到後續的問題 所以現在外國人 有所謂 玉立已屬的事情 那中國人一直都沒有這種觀念 而且呢 認為那是一種大忌諱啊 所以產生一些後續的問題啊 變成了後世的人 他的子孫輩啊 一個 爭執的來源 那老先生走了 剩下這個老太太 他只是一個 平常的家庭主婦啊 他哪有辦法處理這種事情啊 那所以呢 他就 根據兒女的建議啊 把財產分一分 財產都分掉了 一切都OK的 大家都沒有話說 沒想到啦 更可怕的事情 就發生了 那就是 老太太的身邊 已經沒有龐大的遺產 他現在呢 變成 寄附在這些 這個三個兄弟之間 三個兒子之間 那他沒有財產了 三個兒子 對他的一個孝心啊 已經大打折扣 那他不曉得這個嚴重性 因為 他會附到人家 也不會注意到這種細節 他以前孝順這個公婆孝順父母 現在社會人心已經大變 那麼他的兒子 兒女啊都趕上這一波的變動之中 那所以好了 老太太太 誰要來安養 誰要來照顧 誰要來照顧 不得已 直好 三個兄弟呢 輪流照顧 一半個月呢 換一家 是半個月還是一個月 這個不 就不清楚了 那麼重點是在 這個月啊 月有大月跟小月 那麼小月呢 通常是三十天 二月是二十八天 大月是三十一天 那麼連這個 有連這個大月的啊 這兒子呢 也 紛爭計較 你上個月三十天 我現在要多一天 所以呢 接下來這個三十一天的這個 兒子啊 不願意去接養 認為說呢 上面那個兄弟啊 他必須 把他平分掉 所以遇到大月三十一天啊 這個老太太啊 幾乎是沒有人照養 那上面這個人也不甘心啊 所以也不願意照養 老太太想要到下一家 結果呢 也去不走 變成亮在那裏 那亮在那裏 那亮在那裏 怎麼辦呢 你總是要去解決 那老太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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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呢 印著頭皮 到 應該指定的這個兄弟 他們家去住 那那個 被 被迫承受的家裡 的這個兄弟啊 真的是 是 滿腹怒氣 對於這個 這個老母親啊 視而不見 那老母親在這樣的 折騰之下 他的心呢 已經心灰意了 對於這個世間呢 也沒有什麼 寄望了 所以他很快呢 就 身體病弱 沒有元氣 那身體病弱了 怎麼辦呢 就把他送到安養中心 那最好了 都不用照顧 他的這個餘生啊 就在安養中身 安養中心 來度過 當然也就死在安養中心 那這個是 遺產所造成的一個紛爭 造成現在社會啊 一個不孝的 這樣的一個 井木啊 那這個 現代人看來 那是很正常 現在的這個安養中心啊 一間接著一間開 一間呢 比一間賺錢 而且呢這個老人呢 好像也越來越多 這些做兒子的 想盡辦法 即使 沒有錢沒有能力 也要把父母親啊 送到安養中心去 那麼也不一定 就說他們是不孝 而是呢 他們有可能 無法兼顧 那雖然呢 很勉強地說了這個理由 可是呢 現在社會的這樣的一個 景象啊 事實上也是如此 事實上也是如此 大家都忙於事業 喔 忙於前途 那必須24小時來照顧老人 那現在的 這種 人心啊 那是不太可能這樣 所以現在的老人呢 孤苦無依的很多 我們為這種事情呢 感到感傷 感到悲嘆 對於孝道 我們也沒有辦法 在這方面呢 有什麼力量 來把他扭轉 那所以呢 修道人 只能夠說 例行的聖人的教法 以身作則 來凸顯 世間 一點點的光芒 我們上次講到 笑 這個 笑道 是一味藥 那麼他可以治病 他可以治療 你的事業不順 你的前途不順的問題 所有人世間的 這種苦難跟障礙啊 笑道這一味藥 可以來治療他 那因為這一味藥呢 不容易服用 不容易服用的原因是因為 認知道 笑道 是這麼樣的深廣 無量無邊 這麼樣的劇組圓滿的人 太少 那所以呢 現在人心 必須透過教化 必須透過 聽經文法 來將他們的這個思想理念啊 慢慢的灌輸 那麼我們知道 孝道的道理 做的圓滿 做的究竟 只有世間的聖人 出世間的佛 那所以 這個標準 這麼樣的高 這麼樣的高 那現代人呢 又這麼樣的去藐視 不重視他 以至於呢 現代的人啊 這個 百病重生 那麼 這個社會事件 自殺的 他殺的 仇恨的 這種 障礙的事情 打擊的事情 是非常的多 那歸咎他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他們都 不按時服藥 不按時服這個孝道的藥 那事實上的孝道呢 沒有辦法讓你按時 你必須呢 每天 你必須呢 24小時 通通 要帶著這個孝道 在你的生活之中 那因為不太可能 所以呢 你只要能夠按時服用 那麼這樣呢 也能夠治好你的 這些諸事不順 這些身體的病動 所以 如果說人有身體病動 前途事業不順 一直都沒有辦法改善 那麼你試著來服這個孝道 會味藥 孝道 所謂孝順溫和孝味乾 那是一個很溫和的藥 所以他不會有副作用 那麼他的味道呢 是很甘美的 甘美的表現呢 就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所謂父子子孝 胸有地公 那這樣呢 不是一個很美好的景象嗎 這個就是他的甘美 那因為呢 用柔順的心 用真誠的心 公斤的心 公斤的心 來孝養父母 所以呢 在整個孝子的家中啊 充滿了太和的氣象 一團和樂 那這一團和樂啦 就產生一個磁場 這樣的磁場呢 是 人倫之中 最強最有力的磁場 所以孝道的力量 也成了 影響社會動亂 最大的力量 這個社會動亂安定的來源 的最大力量 那麼在我們中國 這個筆記小說裡面啊 記載著孝道的故事啊 那是最多了 那麼關於孝道的這個子女啊 他們的感應啊 很多都是不可思議的 有一位媳婦 帶著他的婆婆 躲避這個瘟疫 他們家呢 他們這個 家 這個村裡面啊 發生瘟疫了 所以呢 政府單位呢 要人民 趕快撤走 那麼沒辦法 他們家就剩這兩位 那他的先生 跑到外地去 也不曉得家中的狀況 那這位媳婦呢 帶著婆婆 沿路的 乞討 半夜呢 住在破廟裡面 那麼就住在破廟的 這個晚上啊 就有瘟神啊 要來這個 撥撒這個瘟疫啊 那麼經過這個破廟的時候啊 他那個 腳啊 就去 踢到 這個孝順的媳婦 那這個 那這個腳踢到 這孝順的媳婦啊 那照理講這個媳婦啊 可能隔天就要得瘟疫了 那結果不是 不久之後呢 在空中啊 就聽到 就聽到 有一位天神 在這個處罰 責罵這位瘟神啊 他說 你怎麼可以去踢到這個 媳婦 孝順媳婦的 這個身體啊 那個 那個瘟神啊 就覺得很 過意不去 喔 覺得很慚愧 對那個天神講 對不起 我沒有 一時 太趕了 沒有看到他 那個天神啊 更加生氣 天神應該是他的長官啊 更加生氣就跟他講 你在胡說什麼 每一位孝順的人 他的頭上都有光啊 那麼你怎麼可能 會沒有看到呢 然後這個瘟神就說 實在是因為太 太匆忙了 一時之間 就沒有看到 然後呢 就聽到這個天神啊 來鞭打 瘟神 的聲音啊 那這個瘟神啊 過了之後呢 他還 生病 生了三天 那你會說瘟神也會生病啊 我們不曉得瘟神 是怎麼樣生病 那麼瘟神就是三天之中啊 都很不舒服 那麼天神就跟他講 因為你撞到了孝順的媳婦 那個媳婦的那個正氣啊 會把你射傷啊 這個你應該清楚 那這個瘟神從此就知道了 對於世間的孝順的人啊 這些忠誠孝子 這些獵女劫婦啊 看到他頭上有光的人 你就是要避開 免得自己照樣 所以瘟神罪罵誰 瘟神罪罵孝順的人 連瘟神呢 都要避開他的光芒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為什麼孝順解釋極為憲的道理 孝順 離開人世間之後 他的隔天就回天做神了 那因為他的 修行啊 在世間 已經達到一個 很高的標準 那所以他可以回天做神 他也不用經過閻羅網的審判 直接回天做神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天地 種孝 的道理 天地就是 所有的鬼神 所有的鬼神 都敬重孝順的人 那麼 眾生 也敬重孝順的人 在這個 史書 禁書上記載 一個叫許知的孝子 他母親過世了 他很難過 在他母親的墓的旁邊 陪他母親 陪他母親 每天 都在那裡哭泣 那為了把他的母親的墓顧好 他還 設立了為 篱笆 種這個 薄樹 把這個 墳墓 把它包圍好 免得了這些 野獸 來跑土 來干擾母親 那 那結果呢 有一天 他就 他來到墳墓看到 有一隻這個 猛獸 可能是 老虎啊 或者是豹之類的猛獸 在挖 挖他的那個薄樹 母親 墓 旁邊的這個薄樹 那這個孝子啊 看到這個猛獸 非常生氣 非常難過 他就說 我已經這麼可憐了 你還要來欺負我嗎 我母親死掉 今天是 他認為是世間最可憐的人 那可見了他是一個 非常孝順的人 在中國史書上啊 笑意賺 那個是 歷代歷草 通通在強調 那麼據說呢 這隻猛獸啊 被他這麼一罵 當然就 走開了 走了之後呢 這個許之 隔天再來他的墓 旁邊 結果呢 就看到那隻猛獸 已經死在那棵樹下 那這是什麼道理啊 這個道理啊 可能我們 用了剛才 瘟神 怕孝息 怕孝子的這個道理 來解釋 也就是說 孝子並沒有要 這個猛獸死 可是猛獸呢 觸犯到 這個孝子的德行 所以呢 天神 處罰他 那他的這個處罰 動物的處罰 可能比較嚴重 一被處罰 就死掉了 以死謝罪 那這個是史書上記載的 那表示說呢 在所有的 這個天天地之中啊 孝子 是不可以被冒犯 孝子不可以被侮辱 孝子是被歌頌的對象 被敬重的對象 所以孝子 他那個浩然正氣啊 這個發放到整個 宇宙空間啊 那是非常強大有力的 那他的那個 那個道氣的 磁場啊 可以避應到 整個社會國家 當然我們要看他的這個 孝道的這個人 的公恨啊 有多大 如果說像 孫 像這個 明子謙 這些聖賢人物這麼大的話 那他們的 批音的範圍就更大 那那一般的孝子 也是一樣 有這個功能 他雖然名不見經傳啊 可是他這個孝子 那麼他在這個 地方 社會上啊 自然有一定的 這個影響作用 那這個影響作用呢 就是整個磁場 在保護了 他周遭的 這個大環境 那麼 也有人問說 這個孝子 也聽說因為 行孝 而死的 這個也有聽說 這個也有聽說 譬如說有一個孝子 打雷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 就跑到 母親的墳墳墓旁邊啊 去保護母親 讓他哭泣 希望母親呢 不要受驚啊 那結果呢 這個孝子啊 因為在田野之中啊 結果就被雷打死了 那麼很多人 對這種事情呢 沒有辦法理解 那孝子既然 那孝子既然為天地所敬重啊 那孝子怎麼會被雷打死呢 這個 裡面的道理啊 想必只有聖人 只有佛可以知道 那就是一個因果的 那種維系的關係啊 那麼後學認為 孝子 因行孝而致死啊 這個都是因為 這位孝子啊 他還有更大的罪報 更大的這種 磨難啊 在後面等著他 那因為這個更大的磨難在整著他 那也許這個磨難是相當的多 有可能是一輩子的磨難 那老天 敬重這樣的孝子 不忍心 讓他再受這樣的磨難 在 此時此刻 就可以減少他的磨難 解除他的這個 挫折 跟困惡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他掉回去 那把他掉回去呢 回一天做神 那後學的解釋是這樣子 那如果用這個觀點來解釋呢 那麼 孝子回天 那麼是這個 這個是必然的道理 那回天做神 或者是說他不想做神 他想要回到人世間 來繼續發養孝道 那麼他到了人世間 自然有他的 這個品格地位 那也許他就是一個聖賢 就是一個君子 那或是一個良臣 那這些呢 對於社會 有一定影響力的人 都是忠誠孝子來轉世的 這個我們也是可以 認知這種說法 那所以 孝順這位藥 是每一個人都要服的 我們做人處事啊 你不服這位藥啊 你就是處處障礙 你做事情了 就是不會成功 喔 得了重病了 你吃藥都沒有效 看醫生也沒有效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服孝順這位藥啊 如果你今天聽了道理 知道說這個孝道的重要性 那麼你回去開始實踐 開始去例行 開始去弘揚 那麼我相信 你的病情 會改善 你的前途呢 也會了 一片美好 這個是 百孝金經文 孝順溫和孝味肝 這句話 那在 筆記小說裡面 季小蘭 他的記載 有很多傳奇性的人物 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 但是呢 他們那個修行的力道 都可能比修行人高超太多了 那他記載有一個人 那麼他母親呢 生了重病 那生了重病呢 他要趕去城裡面去叫醫生啊 要趕去城裡面啊 就必須經過一條河 結果在經過河的時候啊 突然發生了 這個 洪水爆發 就是山上下大雨 整條河的都是呢 滾滾鴻饕啊 滾滾鴻饕他看了就著急了 喔 不要說 想要 射河啊 連坐船都不可能 那在岸上的有很多這個百度的船家啊 他就要求 要求 拜託這些船家 哪一個人 可以行行好 能夠幫他來渡過河 沒有一個船家願意 看到這個滾滾的洪流啊 誰敢渡河啊 不要說船可能沒了 連生命也沒了 沒有人敢渡他過河 他呢 他呢 跪在河岸邊 哭喊天地啊 希望呢 天地呢 救他一把 那救他一把就是 救他母親啊 結果呢 結果呢 就是因為他這樣在哭喊天地 結果旁邊呢 就有一個船家 看到這個人 怎麼那麼孝順 於是呢 就跟他講 我來載你啊 喔 我不相信啊 上天會毀滅一個孝子 所以 我要來載你 所以他要載他 喔 載他就過河 過河一直過過過過 過到對岸 大家呢 這些船家啊 在 底岸這邊啊 哇 看到對岸 他們已經過河了 哇 大家都拍手 都大受感動 喔 這個孝子啊 唯天所助 那這個船夫呢 也是不簡單 他有一個理念啊 他說 他說啊 他堅信孝道的真諦啊 比那些讀書人 的這種 這個修行人啊 還要 的心還要真誠 喔 孝子的心 比這些辱生 比這些修行人 心還要真誠 所以呢 他在他 絕對不會有問題 那從 這個故事 我們可以看到說啊 孝子 他的道場在哪裡 他的道場 就在家裡面 他的佛是誰 就是他的母親 所以你要到哪裡找佛 這個我們古代的人 古代的這些 修行人 都已經跟我們講得很清楚了 母親就是佛 喔 一個人能夠分到老母的人 那是天 天下最大的福報 結果呢 結果呢 大家都把老母親往外推 不曉得那個是寶 那不曉得寶 他就沒有那個福分 就在現代的人就發生這件事情 有一個阿兵哥 他是家庭裡面最小的 那他還在當兵啊 這個在當兵的時候啊 他父親也過世了 父親也留下一筆財產 那他的哥哥姐姐啊 都已經結婚了 那麼就在他當兵這段期間啊 他的這些哥哥姐姐 通通來吵他母親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不管住得多遠 就回到老家 來吵他 吵什麼 當然你要把父親留下來的遺產 把他分下來啊 你到底要 要掩蓋到什麼時候 人到什麼時候才要發 每個人呢 對母親的口氣呢 就非常的惡劣 那希望的母親把錢拿出來 那這種景象呢 我們是看了是覺得會很惡劣 那麼 在現在社會 已經見怪不怪 見怪不怪 奇怪自敗 不是有這種說法 所以見怪不怪了 這個一定是先都是這樣子 那好了 然後母親被他 跟他們大家 搞得這樣烏煙瘴氣 沒有辦法 就只好把這個存款裡面 這個存款啊 都交給他們 讓他們自己去分 他也不管了 存款印章通通通交給這些兄弟姐妹 那他是氣到不信 看到自己的兒女這麼不孝 他也對於人世間 不再有任何期待 雖然他還為 還這個心細的 有一個最小的兒子 還在當兵 那唯一的心細的就是這個 但是呢 被眼前的景象呢 已經呢 傷心欲絕 所以當他那些兄弟啊 當這些兒子女兒啊 把錢拿走之後 他一個人走到房間裡面 想要上吊自殺 沒有比這個兒女的忤逆啊 那種打擊啊 還要來得更大 那他在上吊自殺的時候 那隔壁的人啊 就聽到他們這一家人 這樣吵吵鬧鬧 知道說這家可能出事了 我要特別注意一下 等到這些兒女通通走了 看 聽到裡面這樣安安靜靜啊 趕快進去看 看到那個房門 有一間是鎖住了 叫人叫不應啊 趕快把門充開啊 看到老母親已經上吊 那結果趕快去把他抱下來啊 抱下來送醫 結果呢 還是救出救回來了 那救回來之後啊 他想到 那個小兒子還在當兵 所以呢他也不再宣示了 還有一股維繫他在 在人世間的力量 那這個小兒子啊 在軍中 聽到了這樣的消息啊 非常的痛恨 非常的難過 他的哥哥姐姐把財產都拿走了 只剩下一個老母親留給他 那他剛開始對這件事情呢 非常的氣憤 難過到呢 在軍中什麼事情也做不下來 那在軍中 怎麼可以讓你這樣子呢 就輔導長來輔導他 就問他看怎麼回事 輔導長是道親 那也算是修行人啊 那輔導長在軍中 事實上他的影響力很大 他在主管著 這個官兵們的心理輔導 這個政戰業務啊 那輔導長就問他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那個阿兵哥啊 起先也不想講 那輔導長的愛心啊 慢慢跟他感化 就把他們家發生的事情啊 通通告訴他 這個輔導長 一聽到他的這個說明啊 沒想到輔導長回應啊 卻是很特別 輔導長說 那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這個阿兵哥呢 想說你在恭喜什麼 我的財產都沒有了 我爸爸的財產都被我兄弟拿光了 我只分到一個老母啊 然後輔導長就跟他講 分到老母 才是人世間最大的福報啊 何況呢 還有一個老家在那裡啊 那麼你分到老母又分到老家 哪有人比你幸福的啊 那這個阿兵哥聽得很莫名其妙啊 搞不清楚 輔導長到底在講什麼 怎麼可能分到老母是人世間最大的福報啊 那輔導長你就跟他講 這樣好了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你禮拜六的時候啊 有沒有休假 沒有休假 沒有休假 那好 禮拜六晚上 我帶你出去走一走 要去哪裡呢 去哪裡你不用管 你只要跟我走 你就會知道了 到時候呢 就可以解開你所有的問題 結果禮拜六了 輔導長帶他去哪裡呢 帶他去附近的佛堂求道 那敲了道之後呢 拜老母啊 才知道說老母啊 是我們天地之間的主宰 最根源 最直接的那個源頭啊 那老母 這個主宰的天下萬事萬物啊 那天上那個老母 跟人間這個老母 其實呢 意義上呢 雖然差別很大 可是呢 他的這個作用啊 都是一樣的 老母化身成現在的老母 來照顧天下的眾生啊 那所以 你得到老母了 不是就得到所有的一切了嗎 那這個阿兵哥啊 求了道之後 知道老母的可貴 那也知道了 孝道的重要性 所以他就把那一份怨怒的心呢 給降伏了下來 那麼接受了 那麼接受了 福召黨的這個輔導 那麼甚至呢 福召長 也撥控跟他到家裡面 去安慰老母 那這個老母親啊 其實 也是有他的過人之處 一直到這個 阿兵哥退伍了 退伍之後呢 去上班 就跟老母親住在一起 在這個老家 那麼哥哥姐姐呢 也很少來過問 當這個阿兵哥 準備要結婚的時候 這個老母親啊 突然又拿出一本 這個存款簿啊 交給他 裡面呢 有一千多萬 那這個阿兵哥啊 當然已經不是阿兵哥了 非常驚訝說 母親怎麼還有這筆錢啊 因為阿 他母親 早先就預知到 他的這些哥哥姐姐 一定會在這個老父親死後啊 來爭財產 所以呢 他預先呢 把一筆財產啊 存到另外一個戶頭去 就是專門要給這個小兒子的 喔這個小兒子啊 當然是喜出望外啊 非常的訝異啊 沒想到 這個福導長講的話是真的啊 他說分道老母是人世間最大的福報 那他就體悟到這句話了 那原來老母親 不只是老母親而已 他裡面呢 有很大的這個恩德 有很大的這種 這個親情在裡面 所以他意外的得到這筆財富啊 發心啊 好好的修行 後來也是在道長了 這個很發心的一個人物 那所以這句話真的是 是真理 能夠擁有老母的人 能夠得到老母的人 那是人世間最大的福報 那所以你看 這個百孝經他講到 孝葬佛力超九天 他這個佛經 大寶基經裡面 講到一句話 他說呢 余諸世間啊 何者為父 何者為貧 何者為貧啊 那麼 悲母在堂 名為罪貧 悲母在世 悲母不在 名之為貧 那就是說 慈悲的母親啊 還在人世間 這個就是最大的富貴 喔 老母這個老父母不在了 這個就是人世間最大的貧窮 那由這句話呢 我們也可以印證到 剛才那個故事 父母親是人世間最大的財富 喔 這個老母當然包括老父啊 那貧富在哪裡 貧富在孝道 喔 孝道能夠呢 父母子女啊 一團和樂 這個是人世間呢 最好的孝道 最好的寶貝 那如果呢 為人子弟的 他還能夠 修行 還能夠呢 好好的這個立行 聖賢之道 那麼他還可以呢 葬的這個聖賢之力啊 這個佛菩薩的力量 那這個超九天 就是 超拔父母親 喔 父母親還會因為 擁有一個君子 一個聖賢的這個兒子啊 他能夠 回歸 回歸天堂 回歸禮天 所以才是真正的 一子乘道九祖樂 所謂一子乘道 九玄七祖禁超聖 那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一個孝子 所要禁的 這個大大孝 來顯揚 祖得門峰 來超拔這個祖父母 那這個是人世間最大的孝行 所以 一個子孫在世間 他的這個修行啊 是很重要的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 將這個孝滴中心 禮義廉恥 這些倫理道德 歷行在人世間啊 那麼 你的這個祖先 你的父母 東通沾光 這個是 我們說 禁大大孝 那麼這個佛門裡面 喔 廉恥大師 他曾經分 這個世間的孝 跟初世間的孝 那麼我們剛才講的就是 世間的孝 那他這裡又講到 初世間的孝 喔 那他當然說 他所講的初世間的孝 就是啊 要勸父母親啊 能夠呢 齋戒奉道 一心念佛 往生極樂 這個才是 初世間的孝 那麼其實呢 到了我們現代 這個初世間的孝 跟世間的孝 已經沒有分別了 沒有分別的原因呢 是因為 這個彌勒祖師啊 通通把他包括了 喔 當一個孝子 好好的修行 可以超把父母 那麼又能夠勸父母 喔 一心栽戒 然後呢 這個 修道 不離道 那父母親呢 也可以往生淨土 這個是 當前 明師的一個宏願 喔 這個佛的一個 這個願力啊 那麼我們沾到這樣的願力啊 我們都可以往生淨土 那所以呢 現代的修行 不一定是要出家念佛 念佛 或者是說呢 到廟裡面去修行 我們都不斷在強調 這個現代的課題 就是 以主家為主 那麼你跟對的課題 跟對的課題 那麼就是符合現代 世間的需要 哦 人心的需要 那你好好的在這方面的需要 好好的去實踐 那麼你自然就會有成就 哦 當然講這些呢 其他宗教的人 一定沒有辦法接受 那沒有辦法接受 也沒有辦法 哦 相信天命的人 他自然呢就會去遵守 去實踐 那不相信天命的人 當然就靠自己的方法 啊 各有姻緣呢 哦 所以呢 總在遇緣不同 哦 遇緣不同呢 當然他所成就的 的境界也就不同 那麼有的人呢 他所遇的緣非常殊聖 哦 這樣的殊聖呢 也是他累積 所累積下來的善跟福德 跟祖先的這種 教化門風啊 所得到的殊聖姻緣 那有的人呢 就要繞好大一大圈 才會找到 那有的人呢 不斷在輪迴就是找不到 所以說總在遇緣不同 百孝經 他的最後一句話 消災免難百孝篇 那麼這句話呢 作為一個總結啊 是很符合現代的世間啊 那麼我們人 只要呢 能夠好好的歷行 百孝經裡面的這些經文 把這個孝道呢 真正的做到 那世間呢 就可以免於災難 哦 而且呢 消除各種的天災地變 你想想看 心有不得返球出擊 一切的困難 障礙 打擊跟挫敗 乃至呢 生活上的困境 我們想想 為什麼別人沒有 而我特別多 那麼我們不是主事大德 更不是聖賢路 所以呢 不是說為了擔負眾生的使命 這一定是呢 我們在這個信心上的功夫啊 還沒有精盡努力啊 還沒有在這個聖賢的教化上啊 好好的來用心來學習 那所以 我們 透過這種 講述的方式 能夠 來教化大家 讓大家呢 透過這種經教的學習啊 也只有達到呢 成佛 成聖圓滿的境界 父母才會不擔心 那麼當一個人成聖成佛了 他怎麼可能要父母 淪落在外呢 讓父母還在六道裡面輪迴呢 所以呢 也一定要救度 他的父母 那父母的對象呢 擴及到一切的眾生 所以你才知道說 孝道 他的深度 他的廣度 高度 是五眼佛界了 這個五眼佛界的境界呢 只有佛 只有佛 才能夠 做得圓滿 也只有佛 才能夠 講得圓滿 那所以我們用 比較多的篇幅 來講孝道 主要呢 也是從 《百水老人百孝經》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經文字義 來解釋 我們也是抽了幾篇 來講解 所以可見呢 根本沒有辦法把它講完 孝道這樣的一個 一個範圍啊 累劫累世也講不完 那《百孝經》呢 也只是代表性的 將幾個 我們社會 人心所需要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把它講出來 所以我們 《百孝經》另外呢 有一個專題 也有一本專書 在專論《百孝經》 專論孝道這個德目 那如果說我們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自己去參考 那麼 今天呢 我們是要講 眾師尊 所以孝父母 眾師尊 這兩個人 是一個修行人 最基本的 一個德行 佛家講孝親尊師 孝親尊師 就好像修行人的兩條腿 那麼只有這兩條腿呢 互相作用 人才有辦法走路 人才有辦法跑步 你看父母親 給我們生命 如果沒有父母親 給我們這個肉體 那麼我們也沒有辦法 在世間上有所立足 想要在世間上有所成就 那麼 生命都沒有了 你想成就什麼 所以父母是大恩 父母是第一個 我們要感謝的對象 那麼因為 現在的社會 已經很少在強調 孝父母這個孝子 孝道 所以呢 極力在揮揚 極力在弘揚 孝道的精神 但是我們也很遺憾的 看到 我們所弘揚的對象 僅限於小朋友 兒童讀經辦 那麼我們要等到這些小朋友 真正的落實孝道 來改造 整個社會的環境 你說這有可能嗎 完全是不可能 為什麼說不可能 因為你本身就沒有做到 你憑什麼要小孩子做到 你自己若做不好 小孩子 有樣學樣 他一樣畫葫蘆 他照樣做得跟你一樣 那所謂覺悟的人 他絕對不會依靠小孩子 來弘揚 這些聖人的德行 他一定呢 自己 以身作責 然後呢 教育好小孩子 教育好下一代 讓自己呢 跟下一代呢 通通得到聖人的教化 然後我們才有力量 來轉化社區 進而呢轉化社會 國家世界 所以父母親給我們生命 我們的人來到人世間 這個肉體 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能夠在社會 所發揮的到底是什麼 那麼這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啊 是一個大問題 那麼想要找到答案呢 只有透過一個真正覺悟的老師 覺悟的明師啊 來告訴我們 世間的師父 他還沒有辦法告訴我們 因為一般的師父 只能夠交給我們記憶 交給我們知識 交給我們各種 生活在社會上 所應該立足的這些資料 但是對於 那種超越 超越的智慧 對於那種形而上的道理 一般的老師 他沒有辦法教導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講 眾師尊 師尊呢 師尊這個字眼 他高於師父 你看以前叫稱為師父 一日為師 終生為父 這個師父這樣的一個稱謂 已經算是很恭敬了 那麼我們在道場講眾師尊 這個師尊 這個尊啊 他是高於父 父的這樣的一個形象 是尊貴無上的 獨一無二的 所以叫做師尊 那麼眾師尊呢 眾這個字眼 眾就是一種分量 就是一種內心的敬重 那麼我們知道 人會發出一個敬重的心態 那麼一定呢 這個人 他身上所流露出來的一股 讓人自然而然 朗線出來的那一份自信的流露 所以敬重 敬呢就有一念不生 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你要做到自成 你必須沒有一絲一毫的那個雜質 這樣的一個雜劍 摻雜在裡面 你是完全的自信流露 完全的對於這個師尊 對於這個道 百依百敬的公順 是的老師 是的師父 在師父面前呢 我們其實是完全的指導 那麼這個眾呢 敬眾 眾就是來自於自信的感恩 來自於自信的懺悔 我們聽從師尊的話 我們對於累劫累世 所造的這個罪業 的這個錯誤 我們要懺悔 如果沒有懂得懺悔 我們沒有辦法消除以前的罪業 那沒有辦法消除罪業 當然就沒有辦法 跳脫人世間的束縛 所以要懺悔 要感恩 感恩是我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跳脫六道輪迴的束縛 可以解脫人累劫累世的這樣羈絆 那麼這是師尊 他可以引導我們走出一條光明的路 所以我們說眾 所以敬眾 眾呢 是一個自信的流露 也只有從自信流露了 才能夠表現出 師尊他所代表的那一份的分量 那個道不可言語的 無法稱量的 那個道位本體 所以在佛家 他孝親尊師最好的代表 就是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 如果我們有看過地藏經 我們會知道說 這是一本非常特殊的經典 因為他這個經典 他是在道立天講奏的 佛陀為了報答母親的恩德 他到道立天來講奏這個地藏經 那所有的這些人聽會眾 通通跑到道立天來聽佛講奏說法 那麼而且裡面最殊勝的現象呢 那就是 這個釋迦牟尼佛啊 他還沒有開眼之前啊 所有的諸天仙佛 通通一起來道 那麼這裡呢 這裡說所有的諸天仙佛 是一切的佛 過去佛未來佛現在佛 不管哪一個淨土的佛 通通來到現場 來聽這個佛陀講奏說法 講地藏經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先佛 要來聽這部經呢 裡面啊 這個佛陀還曾經問這個文殊勢力菩薩 他說文殊菩薩你先算算看 在現場與會的這些佛菩薩 這些天仙八部之中啊 到底那個數量有多少 文殊菩薩說啊 我用我的智慧 我們知道文殊是代表智慧 菩薩裡面呢 大智慧 大圓滿 就是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曾經是欺佛之師啊 所以他是代表無上的智慧 那麼文殊菩薩回答佛陀 竟然說是沒有辦法聰明 也就是說現場要來聽地藏經的這個佛啊 到底多少個啊 用他的智慧沒有辦法稱算出來 那麼不但文殊菩薩沒有辦法稱量 連佛陀也自己說 就是連我也沒有辦法 連佛都沒有辦法算出來的這個數量 所以可見了 這個地藏經啊 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典 在所有的大藏經裡面 只有兩部經喔 有這種現象 那一部就是地藏經 一部就是華炎經 那麼華炎經是佛門裡面 很大部頭的一部經 也是對於這個佛菩薩所講誦的一個大聖的法藥 那這兩部經呢才有這種現象 那麼我們現在在民間流傳的這個地藏經呢 它這個開頭的現象就是這樣子 那麼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啊 這個所有的諸佛菩薩 他們的成就啊 都是依靠這個孝親尊師而成就的 那麼這些佛菩薩呢 也通通都得到地藏王菩薩的教導 然後成就的 他們都成佛了 地藏王菩薩仍然呢 留在這個地獄來度化眾生 因為他的本願呢是要 要度化地獄的眾生 那不只地獄的眾生 凡間的眾生 一切的眾生 他通通救度 那麼為什麼地藏王菩薩 他願意發這個願 在地獄救度眾生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也就是說孝親尊師的重點 那麼地藏王菩薩 在有一世的出生啊 他是在印度做婆羅門女 也是一個富貴的長者啊 那麼這個富貴的女性啊 有一天呢 他就夢見他母親啊 在地獄受苦 那受的苦呢 非常苦 而且呢 這個不久之後啊 要來佛生做這個地藏王菩薩 他們家的悲女的小孩 那這個小孩出生之後呢 十三天就要死亡 那麼他的母親呢 不但是在地獄受刑 來到人世間呢 也是沒有好報 也是受盡各種苦果 那麼他就希望地藏王菩薩 這個婆羅門女啊 能夠救他 那這個婆羅門女醒來之後啊 也不曉得怎麼救他母親 那後來呢 就遇到了一個羅漢 羅漢脫波到他家 那麼他就把他引請進來 很慎重地供養他 並且呢 請教羅漢 這個啊 這位有修行的人啊 能夠告訴他 怎麼樣解救在地獄的母親呢 那麼這個羅漢呢 就入定 入到這個地獄中啊 看他母親的狀況 所以我們知道呢 羅漢呢是可以隨時入定 入定出定的 他可以隨時進入天堂 進入地獄 所以羅漢的境界呢 事實上在我們世間來講 已經達到了這個聖人的境界 他已經不退船 他在六道之中呢 可以來去自我 但是羅漢呢 還是不及菩薩 主要的原因呢是 羅漢呢他自修自證 自了自悟 他比較沒有觸及到 創生的苦度這個層面 所以羅漢呢 總是要回小向大 他才有辦法 來成就菩薩道 那麼他在入定的時候呢 就看到他母親啊 哇在這個地獄啊 受到很大的苦啊 那種苦啊實在是苦不堪眼啊 慘不忍睹 就出定啊就跟他講 就問這個婆羅門女 這個女母親啊 在地獄受到很大的苦啊 很大的刑罰 她生前到底是做什麼的 怎麼會受到這麼重的刑罰 然後婆羅門女就跟他講 哎呀師父啊 我的母親啊 生前啊都喜歡吃魚 而且呢 殺那個魚的軟 吃那個海鮮 都很喜歡吃啊 那勸告她呢她也不聽 就吃很多 造下了這個殺也殺 很重 那麼又不信佛法 毀謹佛法 所以呢 現在呢 現在呢受到這個地獄的苦行 求師父啊 你能夠指導 看如何呢 幫助我母親 解脫地獄之苦 那這個阿羅漢呢 他就跟他講 要幫助你母親啊 只有佛才有辦法 也就是說你要去求那個 當時有一尊佛 叫做絕法定制再往如來 你要稱念佛的名字 請佛來救度 那麼這個絕法定制再往如來啊 在這個婆羅門女的時代啊 也不是正法時期 也就是說這尊佛也已經捏盤往生了 那麼所以呢 這個婆羅門女啊 只好到絕法定制再往如來的廟 去祈求佛能夠救度他的母親 那他這個求呢 就不是一般的求 我們可以感受到 他那個求呢 一定是相當的誠心的求 然後在佛前呢 一直稱誦 絕法定制再往如來的佛號 那麼一心呢 只想救他的母親啊 那麼這個 這個時候啊 求到一半的時候啊 佛就感應了 就跟他講 你就回去 繼續稱誦 我的佛號 然後呢 你就可以 到地獄去救你的母親了 然後大家 那當然啊 聽到佛這樣講 就非常高興 就回去 繼續稱念 那一天晚上就做夢 夢到呢 他到地獄 看到這些地獄的鬼族 看到鬼王 然後鬼王就問他說 欸這位菩薩你要找誰啊 那我要找我的母親 我希望呢能夠 來這裡幫助他 那鬼王才問說 當然他們之間還有一些對話 了解地獄的狀況 這個我們自行去參考 鬼王就問他 那你的母親到底是哪一位啊 那他就跟他講 我的母親呢就是某某某 然後呢那個鬼王就跟他講 哎呀那個人 他已經往生了 他已經升天了 而且呢不但他升天啊 連啊跟他關在一起的這些罪犯啊 通通升天了 聽說呢是因為呢 他的這個女兒 他在人世間有一個非常孝順的女兒 去求絕華定資再往屋來 那麼他的這個供養的功德啊 幫助他的母親啊 都已經升天去了 然後那個這個婆羅門女啊 才恍然的這個回到現實啊 才知道說母親已經升天了 也就是說母親已經得度了 這是地藏網菩薩 地藏經裡面其中記載 這個地藏網菩薩 這個因地修行裡面 其中的一段故事 孝親尊師的故事 所以你看地藏網菩薩 他要幫助他的母親 是到地獄去幫助啊 我們很少說 很少說有人說 要去幫助母親到地獄去幫助的 這個如果說沒有一個很大的一種願力啊 很大的一個這個虔誠的心啊 是沒有辦法這樣子的 那麼他因為地獄只有兩種人可以 可以到那邊啊 一種人呢就是獸型的人 一種人呢就是佛菩薩 那這個光木 這個婆羅門女啊 他叫光木 能夠得到佛的加逼 到地獄去救他母親 那麼光木啊 他才發願 要救度地獄的這些眾生 因為他親眼目睹 這個地獄實在是太苦 希望累劫累世了 要來救徒這些地獄的眾生啊 希望母親呢 他升天之後呢 不要再受人世間的這種果報了 也就是說輪迴的果報了 孝親 是到地獄去救母親 尊師呢是因為 因為 供養 承受 絕華定自在往如來 所以呢成就了 他的這個孝行 那麼你看喔 我們說父母給我們生命 那老師呢 他可以給我們慧命 這個慧命啊 就是我們的自信 慧命是 這個無有窮盡的 慧命呢 是無量無邊的 那麼如果說一個人 能夠贈得法身的這種慧命 那麼他就已經是成佛了 他就跟天地長存 他就呢 沒有時空的一種限制 回歸本位了 那麼老師 師父呢 師尊呢 有辦法 給我們慧命 只要我們照著他的方法去做 那麼我們就可以 得到這個法身慧命 那這個法身慧命 也不是老師給我們的 是我們本來去除的 所以六祖慧能 他開悟了之後 他講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本不動搖 本自具足 能生萬法 他講的這些開悟的話 可以在這裡印證 所以我們的自信呢 是圓滿具足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 為什麼不了解我們圓滿的自信呢 那就是因為我們受到的各種的 妄想分別執著給障礙住了 那這些妄想分別執著呢 就是人的貪稱痴所形成的 所以呢 要放下貪稱痴啊 要走上覺悟之路啊 只有透過明師的旨意 所以我們這裡講眾師尊 特別要來強調這個師尊是指明師 不是一般的師父 也不是一般的老師 那麼明師呢 那麼明師呢 不是很有名的師父 明師呢 是一個已經覺悟的一個聖人 他了解 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他了解呢 這個人的本來面目啊 根本就沒有生沒有死 只有正德覺悟跟解脫的智慧啊 我們才有辦法了解 我們的本來面目 那麼要度過人生的這一段的苦海啊 也只有透過老師 這種明師的法周啊 才能夠幫我們度過這種生死 輪迴的大海 所以老師的恩德非常重要 為什麼才說要眾師尊 那麼生命跟會命哪一個重要呢 生命跟會命事實上都很重要 所以父母親對我們很重要 老師對我們很重要 那你會說 可是會命不是無量無邊的嗎 無窮無盡的嗎 我們的生命只是有窮盡的啊 雖然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我們要了解 如果說沒有生命 沒有這個肉體啊 我們在這個沒有肉體的這種時空之中啊 要來修醒是非常困難的 沒有這個人世間的這個洪魯的歷戀啊 我們要想正德這種解脫的智慧啊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 道場子 假的 借假修真 我們道之中史裡面也強調我們要借假修真 那麼假的 能夠得到真的 所以可見假的也很重要 假的重要的不是因為它假的本身在重要 而是假的可以得到真的 可以正得真的 這件事情在重要 所以重點還是那個真的 所以借假修真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我們生命的意義跟價值 那來到了人世間 只要活魂二二走一遭啊 也不曉得自己的死命 也不曉得自己的任務 就按照我們自己所設定的這個程式 這個劇本啊 在走 所以呢 人會生老病死 人會經過各種的這種喜怒哀樂的過程 人會有這種情緒的起伏 以及環境的變動 這個都是後天環境我們自己所造成的 我們按照自己的程式 自己的劇本去經歷的 所以說美國的預言家 他本身也是一個通理的人 他曾經說一個人在人世間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 也就是說都有前因後果 你今天出門會碰到什麼人 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重 是小 大小事件 這些事件的發生 通通都是有他的前因後果 那如果想到這樣的話 我們知道說 這個人來到人世間這一世 已經不小了經過幾世 千百萬世 佛經在形容 我們累積轉身的過了這些肉體 把它堆積起來 就像一座山這麼大 那個骨頭就可以像山這麼高 那麼我們肉體所包藏的這個血液 如果把它聚集起來 比這個河流 世間的河流都還要長 還要大 比這個世間的大海 都還要大 那可以想見 我們累積也是所做過的這種 這種輪迴的狀態 那是沒有辦法想像得久 那麼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 碰到一個名師 能夠告訴我們 回到本來面目 我不要再接受六道輪迴的安排 我不要在這個人世間跌跌撞撞 受盡各種苦難 唯一超多跟解脫的智慧 只有依賴民師 所以我們講眾師尊 可見這個師尊對我們的恩德之大 大到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形容 因為我們不曉得 我們過去是到底轉世多少了 我們受的苦多少了 今天我們能夠脫離這樣的苦 只有依賴民師的教法 所以眾師尊是一個很重要的得目 今天我們的社會 不懂得孝慶 不懂得尊師 對父母不孝順 對老師不尊敬 雖然這個老師 並不是我們剛才說的民師 但是呢 師就是一種典範 師就是一種代表 我們如果能夠尊敬老師 孝順父母 那麼在我們的社會 必然是一個聖賢君子 善忍充滿的社會 在這樣的一個社會 我們必定可以過得安詳熱力 真的做到了所謂的夜不庇護 怒不時宜 這種大統的境界 那今天的社會 我們每天所看得到的 接觸得到的 已經離那個境界太遙遠了 最近的一個新聞 一個碩士班的學生 人稱很孝順的 的一個學生 在公園去欣賞夜景 就無端端的被五六名青少年給打死 正經社會 那麼抓到這些青少年之後呢 問他說你為什麼要打死人呢 那這些青少年呢 竟然也說不出這個道理出來 然後隨便亂掰 就說他們喝酒 然後不曉得狀況 所以你看 從這個事件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社會 到處充滿危機 我們只要走出這個大門 危機事故 一個不小心 我們就會受到傷害 那所以以前在講這個恐怖分子 都包外國的民族 來侵略我們的民族 現在恐怖分子 已經沒有那麼遙遠了 恐怖分子 就在我們的生活四周 就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們的社區之中 你如果一個 一個不小心 就跟這些冤軍在主碰頭了 然後呢 你就被討報了 如果說發生事情 是沒有 不是沒有原因的 有它的前因後果 那麼這個前因後果呢 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我們以前曾經做過這種事情 我們曾經幹過 那麼現在這些人呢 因為呢 這個環境自由了 因為呢 這個整個工業的現象呢 已經形成了 所以 這個因果的這個討報啊 非常的快速 遇上馬上就要給你討 冤軍戰主也怕討不上 所以大家都很急啊 人心很浮動 那種 這個整個社會很造亂 所以這個 現代社會的亂 不是兵荒馬亂 不是戰爭那種亂 這種亂呢 是人心在亂 那種亂呢 比兵荒馬亂還要可怕 我們講錯一句話 我們做錯一個動作 你馬上呢 就受到傷害 那麼 那麼處在這樣的 這個極端恐怖的 社會環境之中啊 那麼我們要怎麼自處呢 自處之道 就是孝親尊師 你把孝親尊師的道理做好 把孝親尊師的道理做到 那麼呢 你的磁場自然就會發出一種 和善 這種磁想的這樣的一個氛圍 那這樣的氛圍呢 會感染別人 會影響別人 那麼因果 我遇上的時候呢 他的討報呢 也不會這麼樣的極端啊 所以自己本身要做好 孝親尊師一定要來提倡 現在我們提倡孝順父母 尊敬師長 這個好像只有在學校 或者是各種這個宗教團體 才有在體上 才有在講 現在呢 一般的人都不講 父母親也不講 父母親哪有資格講孝順 孝順父母呢 因為他們自己呢 忙到連自己都沒有辦法做到 他哪有辦法教兒女 那麼老師在學校環境雖然講尊師重道 可是呢 老師自己也做不好 老師的言行也不減點 老師呢 也只是停留在這種 這種記憶知識的傳授 對於人跟人之間的 那一種生命的交流 對於心性的對話 老師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對於這些聖賢的教法 老師沒有沒有研究 甚至我們要說啊 這個大學的教授啊 在於這個經典的體悟上 對於這個聖人的這種教法上啊 他可能還不如一個道場的講師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社會現象 都充斥在一種 這個經濟為導向 科技掛帥的這樣的一個氛圍 而產生今天社會 世界這樣的一個動漫 這到底是誰造成的呢 誰有責任去扭轉這個局勢呢 各位淺嫌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那不是我們在這裡講一講 我們自修自療啊 說我們做得很好別人做不好啊 不是這樣子 我們也有責任 我也有責任啊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種孝親尊師的觀念 把它推廣到這個生活上 落實到社會上 讓每一個人 通通來學習孝親尊師的道理呢 那所以呢 要來推廣孝親尊師啊 第一個重點 就是我自己有沒有做到 所謂這個正己成人啊 那你自己都沒有正己了 你如何去教導別人呢 單單這個孝親尊師 事實上說起來就是一個孝字 你孝字做到了 你在學校一定是尊敬老師 在社會上一定是尊敬這個長輩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那根本中的根本 就是孝道 那一個修行人 你想要修行境界有所突破 你想要在這個人生的困局當中 有所頓入 你一定是要尊師重道 師代表那個道體 那麼師呢 用道成肉身的模式來教導我們 來傳道給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對於道的敬重 對於道的仰慕 同時就是對於師的敬重跟仰慕 因為師是代表道 那如果說我們有人會說 可是有時候師 他還沒有開悟 我們所謂的師 他還沒有正道 他常常用各種不合理的手段 來加壓在這個學生的身上 讀兒的身上 那麼我們還要遵從嗎 如果說我們遇到這樣的情況 那麼我們還是要尊師重道 因為你所敬重的不是這個人的脾氣毛病 是這個人他背後的一個天秘跟道體 我們說眾生都是佛 眾生都是父母 那麼你對於佛對於父母哪有不尊敬的道理 何況他又是師呢 師是要傳我們會命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尊重他呢 所以師對我們的恩德太大太大了 每天要懷得感恩的心 我們說生活在感恩之中 對於師的教導 不管是順的不管是膩的 我們通通要逆來順受 因為我也想成佛 我也想成聖 那麼一個成聖成佛的心態 看待的一切都是圓滿的 都是自在的 即使各種打擊與毀壞 在家諸在我的身上 我還是一樣如如不動 只有做到這樣才是真正的孝親尊師 那這個做到這樣呢 相當的難 相當的難 所以修行忍 就要有忍入的功夫 金剛經它裡面提到 一切法得成於忍 說明我們要修一切法 是從這個忍制之中來修成的 別人對我打罵 毀謹 攻擊 我還是一樣 笑一笑 接受它 包容它 不 不與它計較 那麼這樣呢 才真正的能夠看到 道德化育 因為它在成就我 它在替我消業障 我這個業障消了 我的層次 我的等級就更高了 所以呢 千萬不要再回擊 也不要抱怨 甚至呢 你更不能批評 嘴巴不講 連念頭都沒有 這個才叫做神 你要放下 別人對你不好的這樣的一個 念頭 通通要放下 這個才是真正的證 只有做到這個人 才可以 世界大同 平安無事 那麼韓玉他曾經講 失者所以傳道 授業解惑也 那傳道傳 傳的要是正道 解的要是正之 這個授的要是正業 那這樣才有 才可以講 傳道授業解惑 那才是真正的失了 那當然以前 讀書人 他就是 在讀四十五星的 所以古時候的讀書人 他就是修行人 他們呢 所學的是聖人的教化 所教的也是聖人的教化 所以呢 韓玉講這句話 傳道授業解惑也 在以前的讀書人來講 是可以 是可以做到這樣子 那麼現在的 師者 所謂傳道授業解惑 已經沒有傳道的功能 這個是可以了解的 那只有授業解惑 授的是一種 知識上的 的一種傳授 那解的呢 也只是 這個 知識上的 疑惑 那其他的 更高一層的 所謂行惡上的 老師是不管的 所以現在老師的傳道授業解惑 跟古時候呢 是差很多 那麼我們今天是強調 修行人 強調明師 所以明師呢 一定是傳道授業解惑 那明師所傳的道 就是 天命的大道 這種天命的大道呢 只有自己去自修自物 你才能夠了解到 那一份道的本體 那個道味的這種趣味 所以師父引進門了 修行在個人 每一個人 如何能夠進入到 那個般若性海 那個這種 很逍遙自在的那一份 這個天地 只有了自己 靠自己 好好的下功夫 好好的在這個 社會上歷練 你才能夠體悟到 老師所給我們的道 這個道呢 不同於一般宗派 一般的這個俗師法 所教給我們的道 如果沒有天命名師的教導 我們也沒有辦法了解 什麼叫做天命大道 什麼叫做超勝了死 超反入勝 這個都是一個正道 一個大道 能夠帶引我走向的這個規矩 那老師也授業 授業呢 是教我們的這些工法 教我們的這些道理 透過這個道理來解決人世間的問題 所以叫授業 所以他這個業呢 是正業 業是一種正確的知見 那佛的知見 聖人的知見 透過這個正知正見 我們才有辦法走向一個光明的覺路 那佛呢 佛就是疑惑 迷惑 世間人迷惑 那麼世間人 因為會成為世間人 主要都是有他的迷惑 有他的疑惑在裡面 所以一念不覺而有無明 這個一念的不覺 而產生的疑惑 那疑惑呢 會成會造業 你因為不懂 所以做了更多的壞事 做了更多的這個因果出來 做了因果你就要受爆 所以佛家講 貨業苦 貨業苦 一直在呢 輪迴不斷 所以要透過老師來解貨 解的人是 一種對生命的 一個疑惑 對於心性上的疑惑 只有呢 在修行上呢 好好的來 來傳授這種正知正見 才能夠解 解除我們六道以來 這個生命的大疑惑 那這個大疑惑呢 也只有透過明師 他才有辦法 來給我們指引 所以師啊 傳道授業疾惑 這是非常的 很大的一個恩德 那麼也非常的用心 所以以前啊 這個徒弟跟著老師啊 一定要一門深入 跟一個老師好好學一門 一門功課 即使老師呢 會很多法門 老師呢也只 也只教你一門 也要你學一門 他把這一門教給你 就是因為你的根性 你的這個言行的習慣 適合這個法門 然後他教導你這個法門 你就從這個法門去好好學 好好下功夫 然後呢 好好的去頓悟 這一門 所以一門深入的做法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符合現代人的根氣的 以前呢 這個學校 學生呢跟著老師啊 老師一定是要求他 只可以聽一家之言 一家之言是誰的言呢 老師之隱的言 只可以聽老師的話 那你先前所跟過的老師 所學過的這些法門 現在的老師一概不承認 而且呢 你今後在這個師門裡面學習啊 不管是你要看什麼書 你要去聽什麼演講 都必須經過老師的同意 否則你不能隨便看書籍 只有老師點頭了 你才可以去看 這樣的一個 這個歸屆啊 要遵守三年以上 那麼這樣呢 老師才有辦法接受這個學生 學生如果沒有辦法 接受老師的這樣的一個教法 老師不教他 學生請走路 那 那老師為什麼那麼不慈悲呢 老師非常的慈悲啊 只是 學生不聽 老師也沒有辦法 也只有聽話的學生啊 老師才可以完全的 來交付 這個道理給他 那麼也只有呢 自己 能夠敞開心心 要來跟 跟著老師學習正法 老師才願意把全部的加持在他身上 不是說老師有選擇喔 而是老師的加持要能夠發生作用的 只有在這個圖地的這種沉浸上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個標準是相當嚴格的 那為什麼要只能夠聽老師一個人的 其他的人也不輸老師啦 那怎麼辦 老師也是跟你講 你只能夠聽他的 他教的不錯是他的 不然你去跟他學 你不可以又在我這邊學 又到那邊學 那你同時聽兩個人的 那麼會造成你的知見上的混淆 會造成你學習上的困惑 所以與其這樣呢 不如就放棄一邊 你就要跟著一個老師學 那你如果跟著三個老師學 那變成三叉路口 這個老師講那樣 那個老師講這樣 這個老師又講另外一個 三個老師講的都不同 這個在我們世間上的 我們成為師父的這些人 都可以看得到這種現象 同樣一個房子 三個建築師來看的方法 可能都不懂了 三個人都說得很好 三個人都有他的個人的見解 那到底誰退呢 那所以只有遵從一家 那這個是最正確的 所以為什麼老師呢 要那麼強調 這個學生一定要跟著老師 跟三年以上 跟著一個老師學一門 一門深入了 你才可以一門通啊 門門通啊 不要做通家 不要說一開始 我的學習能力很強 我的智慧很高 我要做通家 如果說一門都不通了 其他的這個學問 你也是不通了 通家就是什麼都不懂 才叫通家 又什麼都懂一點 可是呢 門門通是門門鬆啊 所以以前的老師這個做法是非常的正確的 一門深入 那後學呢 也是希望能夠一門深入 後學很希望 一生呢 純 這個專修專論 觀聖帝君的教訪 那麼觀聖帝君的教訪呢 是符合現代人 也是符合現代社會的 簡潔有力 直氣人性 那麼當然這是一種心願呢 這個心願呢 也是希望先佛的加持 也是希望人事的努力 希望能夠好好的 來在這個世間法上 把聖人的教法 落實到世間 推廣到世間 讓自己呢 成為這個 觀聖帝君的代言人 在世間的代言人 有人說那我不要做觀聖帝君的代言人 也可以啊 你做孔子的代言人 你做這個佛陀的代言人 你做老子的代言人 這個都可以了 但是呢重點要知道 就是一門深入 沒有其他的方法 你一門深入了 人家看到你就看到觀聖帝君 你就想到觀聖帝君 那麼你在這個 這個路上啊 你就成為專家 你就成了先佛菩薩的代言人 先佛菩薩的千百億化身 在人世間 映化啊 這個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的意義 好今天 時間到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千見 講到道之宗子 眾師尊 這一段經文 師道 跟孝道 都是同樣的重要 甚至呢 師道的重要性 可能還要比孝道 還要更深 更更廣 我們要知道 老師所能夠給我們的 就是法身慧命 那麼這個法身慧命呢 是無窮無盡 無量無邊的 是真正 那種 無限寬廣的 自信本體 那麼 自信本體呢 那個才是我們 本來的面目 所以我們透過教育 透過師的傳承啊 所要達到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 面目 我們說 返回赤子 我們說子與至善 這個呢 都是師道可以給我們的 所以老師教學生 他一定 要教他們 適應他們每一個人的根器 每一個人的秉性不同 給予適當的法藥 給予適當的這個途徑 那麼徒弟呢 只要能夠遵守 老師的教導 一步一步的來實踐 那麼 一定呢 能夠 達到自己 想要追求的那個目標 那最終目標呢 當然就是回歸本來的面目 那麼 所以我們世間講 有重演的學生 沒有重演的老師 這個是指 世間的學問來說 那麼 那麼超世間的學問 對於 超生了死 對於 超反入勝 這樣的一個生命的學問 我們所要 所要跟從的 跟隨的 就是 一個名師 所以 所以 名師 的重要性啊 它是超越 各種角色 所以我們這裡講 眾師尊 那事實上我們說的師尊 就是指名師 那這是一個 一個 修行人 他真正的 想要 修行 他想要成為 這個 世間的典範 想要 達到終究的目標 一定要 一定要依止一位 真正的名師 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學 要做 這個天人的導師 要學到呢 能夠教導 世間一切的眾生 能夠 然後呢 能夠成為他們的模範 來帶引他們 這個才是學 最重要的目的 行為示範 你的 在世間所表達出來的 所表現出來的 一言一行啊 都是世間人 想要學習的 這個目標 那所以呢 一個學生 拜在名師的門下 再來修行 他一定要以這樣的目標 來做為標準 所以 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他不只是 要一個人獨成 他要弘揚 師尊的教法 傳承呢 這個 自古相傳的 這樣的一個 聖理大道 所謂自古佛佛 我回傳本體 師師密附本心啊 這個是六祖慧能 他所講的 法者以心傳心 皆令自悟自解 那麼老師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老師呢 把你 引導到 這個修行的這個路上 但是呢 那個登高的動作 那個達到目標 指於自善 的那個動作啊 你必須自己去走 老師不可能幫著 背著你走 這個是一個修學人 最最必須要清楚的 所以在我們的道場 我們有事情 要求老師 遇到境界線前 遇到因果千禪的時候 都在求老師 世間的求太多太多了 那因為世間的苦 也是太多太多了 那修行人 他們有沒有 跟世間人一樣 受到各種的 業障因果的千禪呢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那修行人也是一樣 特別是現今的修行人 那他不用披袈沙 不用禮光頭 也不用住深山 他就跟人群 在一起 他就在這個世極裡面 韜光養晦 然後將這個老師 所傳授的這個道啊 好好的來付諸實踐 好好的修煉 修煉到火候成熟了 那他自然呢 就能夠跟老師 互相感通 那麼他的求呢 自然而然 發自於本體啊 想要什麼就求到什麼 那麼這個也不是老師給他的 而是那一份自信的流露啊 讓他自己呢 有這個福報現前 有這個能力現前 有這個得相現前 所以這個我們要了解 那麼佛佛回傳本體 老師跟 老師跟祖師所傳下來的這個 這個道脈 他是一條金線 他是一個天命的傳承 那麼講到這個啊 我們必須要清楚 我們今天所學的這個道 是不是有天命的傳承 有沒有這個信理真傳 有沒有天命的真傳 這個是我們必須現在的學人 要了解清楚 所修學的這條路 是不是走對路 所以 讀破千金萬點 不如明示一點 那麼讀破千金萬點 這個是透過世間的教學 喔 世間的學問 要來找到 這個 這個聖佛的這種道體 那麼讀破千金萬點啊 你絕對是找不到 先佛的道體 這個 這個本心本性 喔 所以剛才講 師師密附本心 師師密附本心啊 祖師跟祖師所傳授的 那他一定是指指人心 他一定是點出 我們本來具足 喔 本來清淨 本來 不動搖 能生萬法的 那個自信 那麼這個自信呢 到我們現在的末代 時期 眾生的根性啊 我們沒有辦法 自行體悟出來 因為我們的 累結累世的千禪掛愛太多了 我們的這個脾氣 煩惱 這個秉性呢 太過深重了 所以 如果有人說 他自己呢 看書然後看到有所體悟 然後呢 自己稱為 自己什麼 什麼先佛來轉世 這個都是邪師說法 喔 所以我們知道 在六祖慧能裡面 六祖談經他記載 喔 威英王佛以後 他自己自悟自解的 這個都是邪魔歪道 喔 在佛家裡面 偶義大師曾經說 中國自南宋以後 就沒有真正的比丘 喔 所以 真正的修行人 南宋以後就找不到了 那可見呢 整個時代的趨勢啊 再來告訴我們這一件事情 眾生 如果沒有接受 明師的教法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 見到本來的面目 甚至呢 不曉得怎麼樣踏上 這種光明的絕路 聖賢之圖 那所以說 選擇明師是修行的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抉擇 那明師教導我們呢 他一定教我們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 他知道眾生的根性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會教給他 適當的法門 那麼你就在這個法門呢 好好的來下功夫 好好的來修學 那麼一理通百理通 一理側百理側 當我們在某一個修行路上 已經通達了 那麼其他的道理就通達了 這個就是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的作用 那麼眾生也只有透過這個一門深入了 他才有辦法在修行的路上 感覺到那一份的到位法喜 所以法喜不是來自於外面的鼓勵 不是來自於道場的這些活動 法喜是從自信流露出來的 那一份以心應心的感受 那那個感受呢 是因為無比的樂壽 來自於這個天恩師德的那一份 那一份水乳交融的感動 那所以在民師的面前 我們毫無能力 我們只能夠說依照民師的指導 那麋師說什麼 在他的面前我們只能說是的 跟著民師的路好好的走 亦步亦去的走 這個呢就是現代眾生 所可以依止的修行 這個指趣啊 那所以說 這個三字經有一句話他講 教不言師之舵 那教不言 這個老師的教導不夠嚴格 他的主題重點是在這裡 那師之舵呢就是老師不負責任 老師不夠盡責 所以他沒有把學生教好 所以教不言師之舵 那麼這個沒有把學生教好 老師的過錯 老師要負擔責任 老師要負擔因果 那麼這是 一般科學技藝的老師他才會這樣 真正的民師呢是不會這樣子 我們說師言而後道尊 師一定是相當的嚴格 當然嚴這個字我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面向來解讀 那麼主題呢 重點是在那個師的那個嚴格 嚴格的這個規定啊 嚴格的指引啊 那是為了教導學生能夠正確的走上 覺悟解脫的路 那麼因為眾生呢在六道輪迴裡面 不曉得輪迴太久了 不曉得輪迴累結累世了 那所以呢 他所累積的這些習氣毛病啊 已經成了他 他的這個思量之見 那他的之見呢 他認為這樣子 他認為這樣是對的 是好的 結果呢在民師的眼中這根本是錯誤的 所以思量之見呢 變成眾生最大的障礙 我們修行人最大的這個 主難啊 就是我們的思想 所以 西方的哲學家 他講我師故我在 那這句話呢 看起來是很有道理啊 但是呢 仔細想一想 我師故我在 我因為有思想 所以我是存在的 那麼這個 這一句話的現象呢 就是在誤導人們 也就是說 我怎麼可能會存在呢 我怎麼會有思想呢 如果說我們是 回到本來面目的 那一份的這個無量無邊啊 那麼我是沒有思想的 那根本就沒有我 我是跟虛工法界融成一體的 我是不生不滅的 我是沒有起心動念的 那連起心動念都沒有了 怎麼可能會有我思呢 更不可能有我在了 那所以我們曾經講過 一念不絕而有無明啊 那這個無明的產生啊 是在這個一念之間 那麼這第一念跟第二念啊 又不一樣 那這個眾生呢 因為每一念的不一樣啊 形成了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整個生命的模式 那他跟某一個 某一個現象界感應的 他就一直存留在這個現象界 我這個道理呢 是非常深的 但是在《華眼睛》裡面 佛陀為我們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呢 如果沒有說明師來指引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這麼思維 這麼細微 這麼精確的一個道理 那麼一念跟一念之間 是沒有連接關係的 眾生呢 每一個念頭 都是那個不覺所產生的 那麼呢 因為有太多的不覺 產生在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思想裡面 每個不覺 這個聯繫起來啊 就形成像一部大電影一樣 那這個電影呢 不斷地在演下去 所以 這個佛 《華眼睛》它裡面講到 這個我們說一念不覺 人的一秒鐘有多少念呢 一剎那之間有幾兆的念頭 從我們的思海裡面 思想裡面 這樣 非笑而過 非笑而過 所以 念念相緒 那這個念 為什麼會產生呢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有一念不覺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就是民事要告訴我們的 因為我們本來的本體啊 是沒有一念不覺 現在一念不覺 是自然而然 你有這個境界線前 有這個起心動念 所以一念不覺 是突然產生的 那這個念不覺 那這個念內相緒呢 一直這樣傳演下去 就越來 就越來 那個念頭呢 就越來越多 形成我們生命的劇本 就一直演下去 所以要回到這個一念不覺之前 的那個狀態 才是本來的真我 那這件事情呢 只有佛啊 只有明師才能夠講得清楚 所以明師教導我們 回歸本來的面目 就是要 讓自己的念頭 要達到 親近 要達到這個平等 要達到覺悟的狀態 要達到真誠 達到慈悲 你只有透過這些修為 才能夠讓自己 慢慢達到那個覺受 所以 佛陀曾經講 這個 以戒為師 以苦為師 以絕為師 那麼戒呢 當然就是透過 修行的戒律 生活的這些規範 然後呢 來約束自己 不要讓自己的 身心言行 甚至潛心動念 太過於超越 超越了這個 人的這種範圍 超越了我們這個世間的規矩 或者是說修行人的規矩 這個儒家講要守禮 所以禮的奮祭 就是在講戒的道理 所以這個孔老夫子 要延迴夫子 課己復禮 那麼課己 己就是自己 得那份起心動念 那規矩呢 就是回到 本來的標準 這個禮呢 是聖賢 先佛 他們所要遵循的 這個言行 他們會做的言行 所以恢復到那個言行 就是回歸到本來的面目 那所以課己呢 課己就是修行的功夫 孔老夫子教他要課己 課己的意思呢 初前的解釋 就是課服自己 我們自己有太多的 這個 煩惱妄想 有太多的起心動念 所以在這個起心動念之間 我們至少要讓這個起心動念 都是 發乎與自善 當我們的起心動念 能夠達到一個 一個善的標準 那麼我們的道體 就漸漸的 呈現一種 朗然的狀態 那這樣的狀態呢 是幫助我們回歸本來面目 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所以明師 教導我們 明師的教法 學生們 這些徒兒們 只有照著明師的教法來做 那才是真正的縱使尊 所以師尊 因為呢 道尊 所以師的師就尊 那師的尊貴呢 就是他可以把道的那一份 無言無行的那種樣子 能夠做出來給我們看 能夠講出來給我們看 所以明這個徒弟啊 只有儒教修行供養 依著老師的這個教會來修行 用這樣的儒教的修行 來供養老師 來成就自己的德行 也只有讓自己的德行成就了 那麼我們今天才有辦法 講到眾師尊 不然你要怎麼眾師尊呢 這個師尊教我們的方法 我們都不做了 或者是說達不到標準了 那麼你憑什麼 說你是眾師尊的 甚至你怎麼樣去 開導別人 度化別人 所以儒在講 正己而後成人 那如果說沒有正己的話 你要怎麼成人呢 你沒有辦法成人 你要怎麼樣回歸本來面目呢 所以聖人不是獨成的 聖人一定是呢 跟著眾生一起成的 佛也不是獨成的 那所以說對於老師的供養 PowerPoint 就是實實在在地用修行 來公養老師 那麼我們今天說修行 到底什麼樣的修行 才能夠說是 如實的修行呢 老师常常教我们 要遵守这个道之宗旨 要遵守佛归礼节 所以我们刚才讲以戒为师 那么道之宗旨跟佛归礼节 是我们修行人最首要遵守的 这两条 两条道路 好像车的两个轮子一样 只有这个两个轮子 这个能够同时运作 这台法车才有办法向前行 所以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那苦是什么呢 苦是待众生受苦 那修行人呢 自己不应该觉得苦 你看炎回居肉像 一丹石一瓢银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凯其乐 炎回的那种苦 世间人认为是大苦 但是炎回不认为是苦 魂也不凯其乐 他乐在其中 那那种乐呢 是一种到位伐喜的乐 是真的在 这个如实修行 如实 这个 共养之中 来跟天心 跟师心呢 互相交融 所震荡出来的那一份 发喜充满 那这样的乐呢 乐呢 这不是一般的快乐 也没有办法提供给人 也没有办法 把它分享给别人 只有自己呢 每一个人从内在去寻找 从内在去发掘那份 自信的本体 你才有办法了解到 那个到位伐喜之乐 炎回之乐 那所以说 这个成就自己的德行 才是真正的 来供养老师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 以绝为师 不要把这个 道场的 这个渡人的树木 把道场的这个大小 把众生的多少 当作是你修行的目标 当作是修行的衣归 这个是相当的错 的大错误 因为 修行不在外 修行在内 在师尊师母那个年代 我们还有听说过 这个半道成道 那么因为当时的人心 是非常的善良 他们听了这个道 就如实的修行 如实的去做 所以先佛说开旺颤道 渡人半道 那他就照着先佛的话 就开始去修道半道 一心不二 那个一心不二才是真正的平等的心 他没有把众生当成是众生 他真的把他当成是一体的 那么一体的话自己要回去 这些一体的当然就要回去 没有说头要回去 手脚还留在世间的 没有这个道理 那所以说他们修行呢 可以很快的进入道体 所以很快的这个回归本位 那所以我们看以前的人的 他们的成就的 这个事迹啊 我们看了都非常感人 非常的令人动容 那是真的是一念至诚 一念至诚所发出的心 那所以呢 他们在伴道修道开旺颤道的过程 他们是觉悟的状态 不趁现在伴要趁什么时候伴 不趁此生伴更待何时 那么老师还在注视的时候 这个天命呢还在运转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来好好的 来修道伴道 让自己能进入觉悟 进入解脱 那么老师不在了 天命不在了 你还有可能觉悟解脱吗 这个我们都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你看以前跟着孔老夫子的 四配十者七舌贤 通通都成就了 跟着这个佛陀的十大弟子 五百罗汉 通通都成就了 跟着这个耶稣基督 这个穆罕默德 这些人都成就了 跟着祖师 六祖慧能 这些代代的祖师 这些都成就了 那么我们现在也没有祖师呢 我们现代的这个民师 祭功活佛 遇会菩萨 就是我们的天命民师 那只有依赖 这个天命民师的力量 我们才有办法 来修行走到 圆满的境界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 以觉为师 老师教我们要觉悟 觉悟什么呢 觉悟在这个世间 是一个短暂的存在 生命只是暂时的现象 这个肉体呢 是有生老病死 会毁坏 世间也是不可助流 种种虚幻的 这个组合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不可以把它 当作是真的 那可是呢 我们要怎么样跳出来 跳出来就是 遵照老师的做法 老师教我们 依照道之宗旨 依照这个佛规理解 我们就跟着 老师的教法 这样好好做 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我们就在我们的 这一门里面 好好的来研读 好好的来 来这个悟通 这样你才有办法 真正的叫做 儒教修行供养 如实的 跟着老师的教法 来供养老师 这个才是最大的供养 最好的供养 佛家称为法供养 你干净干净 他讲到 用自这个 所有的世界 祈宝 这些黄金流离 用这些最贵重的 这个宝物啊 来供养老师 还不如 一个四聚记的供养 四聚记的供养 就是你能够按照 佛所所所讲的话 能够照着佛的 这个话来做 这个就是最好的法供养 那所以呢 让自己达到 这个清净 平等 觉悟的状态 真诚 慈悲的状态 那用这样的来修道 半道 那才是真正的重视尊 所以我们讲 这个 自公禅师 这里的一句话 他说呢 不逢出世民事 往福大成法要 我说一个修行人 他没有遇到 一个民事出世 即使他在大成教里面 用功修行 他也没有办法 来达到这个超生了死 跳多六道轮尾 那六道轮尾都跳不多了 更不用说十法界 所以民事的重要性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民事 是真正的指引我们 可以超生了死的 这样的一个老师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独破千金万点 不如民事一点 因为老民事呢 他教给我们的 他传授给我们的 那是道 那不是教 那道跟教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道跟教最大的不同 就是道可以帮助我们超生了死 教呢 能够帮助我们成就世间的福报 那就是这样子 而最大的差别 所以民事所传的 也只有这个道 那么透过各种的教法 来证悟这个道 这是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才讲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也是教 但是呢 但是呢 透过这个 这个 一门深入的教 你能够印证到道 那就对 那所以印证这个道啊 是自古以来 修行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道是那个本体 是我们跟这个天地万物 跟整个时空宇宙 互为一体的这样的那个 如如不动的自信 那因为那个境界太过遥远 太过高超人 一般的众生呢 是很难体会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往内参求 往内去 去寻找 老师传授给我们 三宝心法 那么如果说 现代的人 不晓得什么叫三宝心法 那就非常可惜 那只有透过明师的这个三宝心法 我们不断的去向内参求 我们才有真正印证道的一天 那所以印证道 不是靠着奇迹显化 不是靠着你这个奖金说法 也不是靠着你去这个渡人半道 而是靠着你那一份 内在的那个顿悟 只有顿悟了 只有这个了悟了 那个道体跟我原来是一体的 不到我跟道体是一体的 我跟这个死法界也是一体的 我跟这些众生人也是一体的 整个宇宙时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这一场大道的红展 就是为了我这一个人 那别人是谁呢 别人是成就你的 别人是为了配合你的 你才是整个系的主角 所以学生只有我一个 了解到这样子 你才知道这个自己 是有这么样的独一无二 那么这份独一无二 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么好的因缘要来成就我呢 因为我还在你 其他的人通通都开悟了 其他的众生呢都是在觉悟的状态 只有我还是你 那只有我开悟了 我才有办法跟这些众生 跟这个时空宇宙合为一体 那我进入到他们的大本体里面 那么我就可以不生不死了 那所以呢 这个冤亲在主是谁 冤亲在主就是我自己 这些三楼大地是谁 三楼大地就是我自己 这些花草栋植物是谁 就是我自己 这些都是表演给自己看的 我自己去使学生 我自己在学 那当然我们自己能够体悟到了 原来我跟他们都是一体的 你的那一份 这个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的那个自信的流露 你就会感受的出来 你就会流露的出来 那所以这个修行 要相当的这个深入 相当的见性 破一品无名了 正一分的仿生 所以道呢 道只有一家 没有分号了 没有两家了 如果另外哪一个人 还有说他另外这里有道 那就是左道旁门 这个是北海老人 他讲道只有一家 就足足相传的这一家 所以我们认定了 这个足足相传的这个道 好好的来修正物证 了解到我们的自信 是这么样的独一无二 那么那就是 那就是走上这个正确之道 所以他曾经讲 他说真三言是真修炼 顶如千拱是虚言 真指的三井 言回的事物 那那个是真修炼 顶如千拱这些 抽砍舔泥这些 通通都是虚言 这是悲哀老人 那么你看 真三言是真指的三井 无日三井无生 这个是真实功夫 这个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人 我们现在是人的样子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境界 那是我们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的样子 那在这个之中呢 我们曾经做过 不懂样子的众生 那因为做过不懂的各种样子 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习气 毛病跟烦恼 还有很多的知见 那所以这一世为人 可以得到明师 可以得到真道 你要从这个真指的三井 言回的事物 来下功夫 儒家收缘 他说末后收缘儒家馆 题目认错是伟天 那所以修行 要开始的第一步 要正己成为的第一步 就是从人道做起 人道就是他讲 这个主持讲的 真三言四 言回的事物 真指的三井 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功夫 每天时时要反省自己 每天时时要告诉自己 要以你为戒的地方 所以戒胜恐惧 为什么说如灵深渊 如理薄冰 因为一下子我们可能 就出了太多的错 而这个错是连续的 所以盘错满盘皆输 这个错是连续向 所以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的道理 是因为因果是相续的相 那这个因又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因 所以它是相续的相 所以造成了 这个我们受到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 我们会被境界所转 被境界所转 我们修行的功夫可能就忘却掉了 流失掉了 那它在这里 北海老人告诉我们 末后收缘儒家馆 你就是从儒家好好地下功夫 那所以 后学为什么发心 要在这个观圣帝君的经典 好好地专修专宏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官圣帝君是儒家的修行 官圣帝君自己讲 官圣帝君自己讲 无数懒春秋又观孔梦 所以官圣帝君是以 这个春秋孔梦 为学学的对象 那他所讲的经典 当然也是就是 这个儒家的思想 所以你看 这个官圣帝君的经典 都非常的浅白 都非常的简要 浅白简要的道理 是呼应 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 那官圣帝君 现在组长的 这个 中天欲往大地 三天的一个主宰 那他要教化众生 以他为代表 那他要教化众生 当然知道众生的根气 所以他就传下 最简要 最浅显的这个道理 给现代的众生 你看我们现代的人 他没有耐心 你叫他再去学这个大经大论 我们讲到这个 大藏经 佛教的 都不外乎这些大经大论 金刚经 六祖丹经 楞严经 法华经 华严经 现在的众生 你叫他再去学这个 那开悟正悟 这个是太难得了 太难太难 讲到儒家的 也不外乎四书五经 十三经 那这些大经大论 现在有哪些人 可以安分守己的 一步一脚印的来学 包括修行人自己 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才知道 先佛的慈悲 先佛的用心 观圣地君 帮助这个名师 来度化这些众生 他用什么方法 用这个最浅显的方法 所以他教的这些经典 如理如法 气理气机 气理就是现在的众生 他所需要的道理 不需要长篇大论 最好是那个轻薄短小的 最好就一句话就好了 那种的 那观圣地狱经典 就符合这个需求 那气机呢 就是现在众生的根气 他的需要 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气氛 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讲到气理气机 这个气机的部分 也是现在的这个众生 最想要听 最喜欢听 最能够接受的道理 所以 先佛慈悲 是相当的用心 讲到这个气理气机 当然就是 现代众生 最符合 最需要的 所以如果说 只是气理而不气机的话 那么变成了 这个空谈 这个玄言之论 学者专家之论 对众生的没有帮助 因为他们听不下去 你没有做 你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做不到 可是呢 我听不下去 那你讲的这些道理 也没有办法引起共鸣 这个讲的跟美讲是一样 那如果气机不气理呢 气机不气理 这个是 这个 现在众生的现象 众生喜欢呢 这个吵吵闹闹 喜欢这个一窝蜂 这是气机啊 所以呢 现在演唱会最多人 有什么活动了 这个最多人 讲这个笑话 看这个影片 这个最多人 但是呢 如果都是沉迷在这里 众生根本不懂得 什么叫做圣人的教法 所以呢 佛陀讲 气机不气理 这是魔术 所以你看演唱会 你看这些这个大活动 对于教化众生的意义 完全是没有 甚至呢 让众生更加堕落 所以观生低君 它气机的道理呢 它就是直指人心 它就是呢 简明二药 就告诉你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有理论 有方法 还有表演给你看 没有一个经典 是这样子的 很难得 佛经里面 只有华严经 还有这样子 那观生低君里面 桃圆明圣经 它有理论 有方法 还外带表演 表演之后呢 它这个正道给你看 你跟着它表演 你就正道了 那么绝世政经呢 它讲因果 讲这些善恶的道理 简明二药 让大家呢 有所警悟 这个是观生低君 的一个教法 也是现代儒家 最 最殊胜的教法 所以它讲 幕后儒家 幕后收眼儒家馆 题目认错是伟天 题目不要认错 这是重点 那修行的题目 如果认错了 那就是下一次轮回了 你修的 只是人天的福报 那人天福报好不好呢 人天福报 事实上来讲 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到 这种福报之后 你会迷雾 你会迷惘 你会更加堕落 那更加堕落 你就不了解 你以前 用心 用功的地方 那些功夫 通通忘掉了 所以不要认错题目 题目是什么 题目就是 儒家受援 儒家在讲什么 儒家在讲 忠孝结义 讲孝亲尊师 只有讲这个呢 才是符合 现在众生的根器 那现在众生呢 最需要的也是这个 现在呢 社会太乱了 这个世界乱了 那这个乱呢 比 古时候以来 那个战争的乱 还要乱 为什么还要乱呢 因为呢 古时候战争呢 它还有一段时期 那兵荒马乱呢 这段时期过了 就是太平天年了 那现在乱了是 每一个人都乱 社区乱 人性乱 我们出门生活啊 都是身处在这个 伪乱之中啊 什么时候隔壁 出现一个坏人 我们不晓得 我们这个 我们的街道上 藏了一个恐怖分子 随时呢 要来这个 伤害我们 甚至连在家里 这个炸彩的电话 拱后的电话 也是骚扰不断 很多人就这样被骗了 即使家人跟家人之间 也是会互相伤害 为了利益呢 大家的彼此互相攻击 所以恐怖分子在哪里啊 它不是在国外啊 也不是外来的种族啊 恐怖分子就在我们的旁边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啊 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心吊胆 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谨慎 那么化解这些恐怖危机 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要先正己 你要先克己复理 只有自己做好了 自己证悟了 自己修成了 你才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的环境 自己成佛了 才有能力去转变这个世间的众生 跟着你成佛 所以 儒家他讲 天不言地不语 那么天地的大德 他时时刻刻的来教化众生 来化育众生 但是呢众生呢 不晓得这个道理 道在日常生活 可是呢 众生日用而不知啊 那所以呢 天不言地不语 要透过圣人来讲 那圣人是谁啊 圣人就是明师 那明师教导我们 明师他也有 他也有肉体的限制 他也有时空的限制 所以不得不呢 他透过这些弟子 来传道 来传法 所以我们是明师的代表 我们是小技工啊 我们要把这种 明师的教法 把它弘扬到 大街小巷去 那所以呢 天不言地不语 要透过圣人 透过圣人之徒 来教化 那我们是圣人之徒 我们自认为呢 有使命 要来教化这些众生 所以呢 我们自己呢 要把自己修好 老师给我们的标准 是最起码 我们要做到君子 儒家中的君子 他才是一个教化 众生的一个基础 光光达到这个善人 还不够 可是我们在 这个社会上 听到善人是很多 听到被称为君子的 却很少 不要再说在社会上 在道场上 我们听到这个人 被称为君子的 被形容是君子的 这个就非常少 所以呢 我们更要 要戒慎恐惧 要来好好修行 让自己觉悟 好好的这个 这个儒教修行的供养 用清静心 用平等心 觉悟的心 真诚慈悲的心 来布施 布施 才施法施 无畏施 来供养这些众生 让这些众生呢 得到明示的教法 让他们跟自己一样 觉悟到这种 明示的可贵 明示的不可思议 所以 题目不能认错 认错题目啊 枉用功夫啊 所以 为什么悲哀老人他讲 顶如牵拱拱刺虚眼 抽砍舔礼 忘用功夫啊 这个道家不是在讲顶如牵鼎吗 不是搬运周天吗 炼器环须吗 他说这个都是错用功夫 自从呢 自从呢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写这个参瞳器 薄阳 薄阳写这个参瞳器 就开始有这些 顶如坚顶 炼器环须等等的这些功发出来 那么他说呢 这个薄阳 有没有人给他拜呢 到现在有没有给他立庙呢 没有一个人给他立庙 没有一个人给他拜 那所以 这个要看清楚 在修行路上 只有正知正见 只有了 正命正法 只有了 这个民事的意志 才是我们归寻的 这个重点 那民事所教的 也是教我们 从人道做起 人道做起 把这个人心啊 扶正了 社会就正了 把这个三纲五常 导正了 这个恐怖分子 事实上就没有了 整个世界呢 也就和平了 所以我们讲这些 超气入理的事情 我们讲这些超出这个事件的事情 对众生而言呢 实在讲 非常的遥远 佛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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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说啊 就不要管事件事了 直接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留恋 这个是 这个是 佛家管事事件的事情 好好的把人事件的事情做好 你就成佛做主了 这个就是老师教给我们 我们只要好好的 好好的遵照老师的做法 我们也是 这个圣行的品位 至于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人管 我们不管 我们不要管太多 所以老前人教我们 一人办一段 我们把我们这一段办好 其他的事情 自然有 以后的这个人 会来处理 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众师尊 所要强调的这些理念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